- 秋風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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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 誰 - 那個 - 所以這邊有多少人看過七七共隊2啊 - 啊 三啦 - 三啦 三啦 - 應該都看過呈 - 今天看過 - 看來又要聊很久咯 - 呃 - 等一下可不可以先讓我聊 - 我明天要上班欸 - 可不可以讓我先的嗎 - 我明天要上班 - 誰 誰誰誰誰誰想先聊誰抖內好不好 我抖啦 你抖啦 你抖啦 但是沒有抖的優先 就鋼恩的正常發揮 什麼東西正常發揮 鋼恩他平常的風格正常發揮 就不過不死吧 那不是鋼恩啦 喔喔鋼恩喔 鋼恩是鋼恩嗎 我想說 鋼恩喔 鋼恩是誰 鋼恩有人叫鋼恩嗎 鋼恩 你打開誰發音不清楚 沒有我們都叫滾倒 鋼恩是對在那邊 對在那邊 鋼恩是對面就講滾倒的 台灣都叫什麼 台灣都叫什麼 鋼恩 那個 那個陳佑 消失那麼久啊 他怎麼了 你很在意他嗎對不對 在意他什麼 你要看他告白嗎 很在意啊 因為我很想聽 他怎麼解析星際異攻對三啊 這樣忙啊 這樣也很忙啊 對啊 他在趕論文啊 他在趕論文啊 好像說說他論文還沒那麼完吧 來 我們都以為他會說他可能在跟女友約會 結果在趕論文啊 太可惜了 沒有都快 這比較重要啊 他女友就是論文啊 靠北啊 女友就是論文啊 沒有這快 快 快放暑假啊 呵呵 嗯 他到底要毀了沒啊 趕論文搞暑假的問題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他讀了好久 誰 這樣 我敢論文有暑假的問題嗎 嚴重生好多 你又 你又 你又在 你又在旗艦內畢業啊 對啊 就是交那個給老闆啊 給你給他自家老闆 這有其中其木喔 那論文不是都是 ChipGPT在寫的嗎 靠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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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還不可以拿寫劇本啊對不對 現在不是都說 漫威星的劇本都是 都是由那個AI寫的 都是由AI寫的 然後編劇到罷工 呵呵呵 再來編劇到罷工 而且現在好萊塢最近 大新聞就是 編劇公司到罷工 可能又要罷工了 又要罷工了 又要罷工沒事了 罷成還是沒罷成了 好像說五月多就要不談齁 那個沒查後面訊息 怎麼 最近要罷工 最近發生什麼事 沒有要說美國那個 老問題的 那個老問題的 對啊 就是編劇公會又準備要罷工 2007年就玩過一次 結果造成後面都 都拿那次一起在那邊打 2007年那段時期 有一大段的時間 他的各方的影視 不管是電影 或者是電視的劇本 都很難 因為沒有辦法 才參加公會 那時候 最近也不怎麼樣 量子危機啊 那個量子危機啊 是沒有劇本 只有大剛 結果就直接拍了 然後很多內容都是 導演跟野人 在那邊討論 出來的 邊拍邊討論 難怪量子危機 劇情這麼的水 Heroes也是死在那個時候 對不對 雖然他本來到第二三季的時候 劇情就已經不怎麼樣 但是都死得更慘 沒有Heroes到第三季的時候 已經 已經 劇情已經很奇怪了 對啊 可能跟編劇罷工有一點關係 我覺得跟當年的罷工 應該還是會 應該是吧 對啊 好吧 他講說今年五月初要談 不知道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談成功 如果沒成功的話 又要炸 沒成功 必成人 每年 總是會發生一陣 隔一陣子就會都會發生 觀眾 我的朋友 西官民眾 罷工就真的罷工 不像台灣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台灣罷工就得罵了 我覺得以工會立場 那個什麼 以勞工立場 其實那樣做是對的 對啊 對啊 因為台灣都是團結 都不去罷工 嗯 沒有啦台灣人 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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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扯我腿 其實美國的排華法案 其實就是因為 華人不罷工 就是 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華人不罷工 所以說 你們其實 華人為什麼 被排好就是因為 他不像移民 他都想要回家 因為 我覺得 台灣的情況是很明顯的 不管是哪一個產業 你只要發生什麼事情 是 目前覺得好像唯一有 團結起來真的很成功 逼到那個資方可能 會有退手的 大概只剩下那個航空業而已 空服員 然後 集長 集市工會 也沒知道什麼紅利 但是 你知道在台灣這邊 基本上 我以我們影片業來講 做影片的人 有一個 有一組人馬 有一組人馬 假設有一組人馬 出來要求 要求更多的待遇 然後 接下來的結果是什麼 旁邊 立刻有人壓架說 我可以接 所以 根本 不可能有團結要求 那個時候 同工同仇 因為 大部分的人都在想著 我要取代他 所以 在台灣的影視產業 不存在 公會這種狀態 影視產業有公會嗎 就是 有啊 也是有影視人員從業公會啊 對 但是唯一的功能 大概就只有幫你繳勞健保而已 然後固定有的時候 會幫你一件福利啊 就是 固定會那個時候 會發一些活動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你 我從來沒有聽 聽過這種影視人員從業公會 或什麼的 發起罷工 因為 本身 我記得好像 演藝人員公會 好像那個什麼 好像就余天 是 一直是理事長 之類的 對 然後他們這種呢 其實是上層的人 那個什麼 跟上層的高層 其實那個關係良好 你知道 怎麼可能會站在老公這一邊 幹 什麼 好 好啦 好 好 這 主要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本身 那個什麼 我們互相 我們 像我們之前不是在討論什麼 文人相親的問題 你知道嗎 基本上就是這種情況 你知道 我們 我們是一盤散殺 然後我們事實上 都在想著要取代人家 我們都想著所有的東西 我要進次 你知道 我們很少有 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一個 這個 這個業界的人要聯合起來 爭取權益的這種邏輯 對 大部分的都是 你那個時候 我要有權力 但是這個權力 基本上是我跟他有談好 只有我的特權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他特許我 然後我跟你合作很久了 然後一直都是我 對 不要有別人 這樣子 所以他是一塊小餅 然後就是可能被幾個 幾個大的獨佔 然後旁邊的人 一直都想著 要把這些大的給 給拉下來 找到一些機會 看他們有漏洞 趕快就說我可以解 你知道 一直是 我覺得影視 影視業一直都是這種狀態 所以不存在 我覺得 那個想要 有公會 想要一起去爭取某種權利 像之前不是有發生 有人掉到水裡面的事情嗎 或者是有一些 那種那個記者被衝走什麼 你知道 都沒有人出來講話 大家都默默的 這一行本來就 不太好混 所以大部分人弄到後來 有一些那個可能自己 自己變成的脂肪 變成壓榨老公的那一方 有一些就退休 好 來 喔 來來來來來 那個什麼 那個 心機異攻對三 為什麼突然間 把話題變那麼低氣壓呢 啊啊 對 來吧來吧來吧 來吧 這個應該是本週重頭戲 我們竟然拖到了大概1.15分才要講 你知道嗎 來 心機異攻對三 來 劇情介紹很簡單 啊 影迷私心最愛的全宇宙最無厘頭組合 心機異攻隊正式重返大一幕 但這一次的團隊氛圍變得有點不一樣 人未忘懷 失去心愛葛摩拉傷痛的星爵彼得 必須再次團結身邊的全體隊員守護宇宙 並且單其保護其中一員的關鍵任務 若稍有不勝 啊 就可能導致心機異攻隊 走向全軍覆沒的窮途末路 等一下我看一下有沒有那個 來一下那個什麼宣傳稿吧 有沒有有趣的宣傳稿可以講 心機異攻隊近三近期在世界各地展開巡迴宣傳及首映 隨著電影的逐步曝光 好評也鋪天蓋地席捲各地 外國媒體宣稱心機異攻隊三是漫威季 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後最棒的一部電影 完美的第三部曲畫上句點 雖然隨著電影進入最終章 星爵的宇宙戰艦也將各自紛飛 但導演詹姆斯剛恩不僅讓演員全速回歸 還添加了心腳 希望心機異攻隊可以永遠航行下去 心機異攻隊三除了原有的班底 星爵克里斯普萊特 葛摩拉 柔毅沙達娜 毀滅者 戴夫 巴蒂斯塔 涅布拉 凱倫吉蘭 螳螂女 龐克 萊門 傑夫 曾經在系列電影中出現的 席威斯 史特隆也現身 才出現了一下 當然也包括為火箭晚雄和格魯特 配音的布萊德利庫帛及馮迪索 至於加入的新角色有火箭的創作者 至高進化庫克胡迪 胡迪 一五級 這個好難念 亞當素氏威爾普爾特 扮演葛摩拉的柔毅沙達娜 在星際異攻隊一第一集時結婚 如今十年過去她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 但在星際異攻隊三裡 她的角色卻比之前更為尖銳 我覺得最新版的葛摩拉非常令人興奮 因為她非常獨立狂野又宇宙不同 她身上有一種葛摩拉從未有的怪奇 我希望觀眾能從她身上找到新鮮感 提起這個讓她繼阿凡達後再次成為 再度成為票房巨星的角色 柔毅沙達娜相當感恩 尤其對導演詹姆斯剛恩和 漫威總裁凱文費吉 她以葛摩拉感到自豪 這是可以隨身攜帶的個人成就 象徵我和許多尊敬的人 曾經一起生活在漫威宇宙中 她講的這個感覺起來就是已經要 我要被造 除了葛摩拉 星際異攻隊三還有各種各式各樣的外星生物 漫威出動了一組龐大專業團隊 為這些地外生命賦予既炫目又充滿色彩的外型 光是出現在電影中的外星物種就超過一千種 演員身上的化妝道具多達兩萬三千種 因此該片打破了鬼靈精 採用了化妝道具數量的世界紀錄 星際異攻隊三 劇情圍繞在火箭浣熊的悲慘經歷 但同時星爵與整個團隊 必須搭上至高進化對抗的旅程 只為拯救夥伴火箭的性命 只是他們很快就發現要搶救的不僅是朋友 還有圍在旦系的星系未來 好像沒 星際異攻隊三 首映後 不少影評皆給予相當高的娛樂評價 電影擁有異攻隊的DNA 卻更加成熟 動作場面也更壯觀 連最搶劍的德克斯毀滅者 向我們展示的他的喜劇才華 他將會為自己贏得孩子們的喜愛 那根本就只是最後面那個畫面而已 就啾啾那一段 詹姆斯剛恩帶著光榮離開漫威 離開光榮 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三部中最感人的一部 星際異攻隊三是一部溫暖又不失憂惑的電影 在這一段充製著豐富情感的旅程 其科幻色彩 甚至超過了漫威所有電影 哇 捧得有夠大了 你知道 這個太誇張了 電影將在三日搶先 在全美在台上移 來 誰噴麥 剛剛噴麥的是誰 我想問一下 你說什麼 我想問一下他三 究竟是在聖誕節後面的那一段 對在後面 對 那我想問一下那個狗狗 是不是也是在那個聖誕節 的那個時候才出現 之前沒有嗎 之前有啦 之前有啦 但是不是主要角色 就是正式 正式加入星際異攻隊 正式加入可能是這一次 他正式在背景 沒有聖誕節的時候 也只是他們那一群 因為他不是買了那個地方嗎 知無領域 知無領域 知無領域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 大概我們就像我們住的那種 三重寺啊 細緻鎮這樣子 這個大小的一個區間 這樣一個社區 然後他是住在裡面的居民這樣子 買了一個國債 對他買了 對他買了一棟 對他買了一棟 對他是居民 他是當地居民 然後這些當地居民 你也可以說 所以被的里長伯了 對他是里長 對啊 星爵就已經里長伯了 所以你可以說 星際異攻隊 事實上就是他個人的那個 理名維護中心 對就是那個 理名守護隊的那種狀態嗎 對那那個 對那 最後那個 我們的太空狗 有加入這個理名守護隊 你知道嗎 對 那我可以問一下 那個 他滿下的那個區域 是 哪裡有交代啊 因為我 我看那個聖誕節的時候 完全沒印象 他一開始就已經在 他一開始就在弄 對一開始就已經在那邊 大家在那邊弄聖誕 聖誕的那個 東西 然後星爵在那邊 喝酒醉了 那是很辛苦 這樣 對啊 是不是 我是指他 已經買 那個區域的時候 以前的店有交代過 就是在 就是在聖誕節那個交代的啊 阿華你再回去看一下 有 我有看 我有看 沒有我有看 他們應該是說 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就已經在講了 說他們從 從那個收藏者手中 把這邊弄下來 他們現在有很多事要做 有啊他們在聊天的時候就講了 我只是問那個 從收藏者買下來 這一點而已 因為以前的店 我看什麼 就沒有 沒有買的畫面啊 是吧 你也講的是 對對對 就沒有啊 就沒有了 因為他就突然出現了 所以我就有點 有事我忘記 有這一段 就基本上 沒有告訴你 他怎麼買的 沒有看到 沒有交易畫面 但是那個 對對對 就突然跑出來 說他買了這個地方 因為星爵最後一次 在 在那個聖誕特輯前 最後一次出現 就是應該是在 那個什麼 復仇者聯盟 終於之戰啊 沒有沒有 他在第四 雷神4他也有 但是雷神4的時候 好像還沒有買之武領域喔 對對對 所以我才想問這件事 因為我看的時候 完全的忘記 雷神4爛到你 我不想想起了 不會啦 雷神4也沒有說 雷神4的 你會覺得他不好 是因為他最後在那邊 那邊故事解決的部分不好 但是他前面的 前面的部分也沒有多招啊 對啊 他都說漫威 身太好而已 我的看法只是 只是平了而已 他沒有失望 知道 我看完是這樣 好吧 那個怎樣 誰要先講 這部片 我可以先講了嗎 我誰要先講的 我誰要先講的 線性先講的 因為 就是要講完以後 社會不理這樣 對啊 可是我明天要上班 我可不可以先講啊 我明明君寧 蛤 那個什麼 這麼多人都想要先講 唉唷 那那個 抖內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有抖喔 你有抖嗎 真的嗎 那個 君明你抖多少 我抖兩倍啊 唉幹 喔那個 所以要叫駕了是吧 叫駕了 叫駕了 還有時候要叫駕 進標 沒有出聲音啊 沒有出聲音 你說剛剛抖內的時候 沒有出現聲音 那開始的時候 對我在開頭的時候 我就先抖了 因為我說今天有事 我想先那個 好吧 先抖先贏 但是他跟我講那個 我沒有聽到那這件事情 到底是真的還假 啊幹 好過分 你知道 我沒有聽到就不算了 啊幹 我怎麼這麼貪財啊 有一點 不關心是更常啊 本來就是啊 資本主義 要先活下來才有話說 對 那個什麼 金茶 好吧 接著 你竟然讓我來查一下 啊幹 真的在查 你知道嗎 我看一下 收款 那以後 以後如果要先講話 就先從200起標啊 沒有他最低是50啊 所以你是 所以你抖了50嗎 沒有我抖了200 喔你抖了200 所以他 他這次下馬威 就跟你講說 我可是有抖了200 這樣 記住10塊就彈下去 那有沒有誰想要再更高的 有沒有誰要先講的 喔 好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那個 吉米說 發動抖內之力 明早有班 希望今天能在12點前 聊到星際衣工隊3 QQ 沒有你已經失敗了 因為現在是 現在已經不是12點前 好啦 好吧 既然這樣子 好啦 讓吉米來講好了 對 那個 金正銘 金茶吉米有 抖內200 喔 呵呵呵 OK 對 對 歷史12位 那個 來吧 有啦 看下來其實就是真的是 我先講 進戲院之前 對他的期待就 只有一個 拜託不要 拜託 因為我超怕 剛跟幹一件事情 就是 拜託這次不要死人 因為 他 我們其實認知一下 就是 在詹姆斯剛跟 其實大家都說他 怎麼講 漫威好像說什麼 多感人那些 但是我快仔細回想了一下 我這麼多年被觸動情緒 被 漫威電影觸動情緒的 好像真的只有 星際異攻隊系列 一二 而已 然後還有就是 那個 蜘蛛人的第三集 是 無家日 然後 終極之戰不用說 因為那個 那個是累積太多的情感 就是 所以其實 詹姆斯剛 我們明白講 他蠻會 玩情緒的 他是一個 他的東西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次還是 正常發揮 你說多 多精采 多厲害 好像也不到 但是他做到 他該做的事情了 他是一個 不是那種 玩 怎麼講 個人風格那麼強烈的導演 我覺得是這樣子 他知道要做什麼事情 我知道 我要怎麼樣把現有資源 整合之後 四平八穩的 交出一個商業作品 我沒有要 然後在裡面 但是會在裡面 加一些 他自己的小小的想法 或者一些他個人的 一些小特色 還有找一些 他的老朋友回來玩 所以感覺得出來 我這邊講 不是刻意諷刺 像人力思考科 或其他什麼樣的 就是 詹姆斯剛恩 其實跟他合作過程 大部分我們會知道 大家不太會去 沒有講他什麼 壞話 或者說這個人不難搞 對不對 有些大導演 我們知道的 像法蘭斯科波拉那些人 就是大家聽到 哇這個人 雖然是知名導演 可是他為了藝術的追求 或者他想拍出他的東西 跟他合作 是蠻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剛恩的氣氛 明顯感是不會 那這也就是 我覺得適合 《星際異攻隊》這個故事 一樣的 他這故事其實就是 一大群銀河乳蛇 他們都不是什麼 特別了不起的人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過往傷痕 然後性格糟糕的地方 但是就是這樣子的 一群人被 剛恩這個導演 或者說就是星爵一樣 集合起來之後 經歷了一連串的冒險 那我再回到我剛一開始開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剛恩這個人 他有一個 他很會掉觀眾的情緒 他知道怎樣去 犧牲其實不是說 不是只有他獨有 但他很厲害 就是第一集 格魯特死的時候 第一個格魯特死掉的時候 那個We are Groove 哇那個感覺衝擊是有的 更不要說第二集 《勇度》那一句 雖然他是你父親 但我才是你老子 哇他那個講出來的時候 還有包含最後犧牲的時候 那個情緒衝擊跟調度 是很厲害的 所以也就是 他不介意殺幾個人 來讓觀眾哭 所以我在看這些 尤其是因為我們知道 戲外的風風雨雨 就是包含他這幾年 被DC原本被 漫威那邊本來被開除 又被找回來 但是又變成 將來要去接掌 要接掌DC的CEO的時候 會有點擔心 這一次他會不會玩太大一點 就是把這些角色 因為很多連幾個演員都出來說 可能這次結束 他們就不演了 他們就不準備 繼續這個系列下去了 會擔心 所以他們會死嗎 他們會不會在這一站犧牲 但尤其是騙預告剪出來的 有一些場面 也讓有點擔心 像那個Drax 好像有受重傷被扛著 然後星爵也有那種被昏倒了 那一幕我們有預告 有看的人知道 不會那麼難 知道那個是騙人的 因為旁邊的Rocket 很明顯在喝飲料 我喝珍奶啊 我看他喝東西裡面 他是不是有珍珠 難道我們台灣的飲料 他已經熊霸到好來不 不知道因為我看到他喝那個 可是好像底下有一些東西 看起來像那個 透明的那種牛奶罐啊 等一下那是有沒有像珍珠類的 因為我二刷在去 喝珍奶嗎 應該不是 我覺得應該是做得像粉圓 那種裡面有料的東西而已 就一個效果 我再看一下 反正他就喝飲料 所以那一幕的時候 我只想 預告那一幕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他好像想要讓 吊你 這次好像真的會有人犧牲 那個真的很好笑 然後那個星爵被公主抱 我們想說他到底受什麼重傷 我想說就只是 他只是喝酒嘴 後來我們知道 他就是喝醉了 喝醉酒 而且等一下抱著他的人是誰 是那個聶布拉嗎 聶布拉 聶布拉 聶布拉這一次 真的跟他有點曖昧 怪怪的 你知道嗎 而且聶布拉自己有點緊張 被人家講中了 那個肉 我都覺得你 你們兩個本來就怪怪的 真是 而且他自己刁妹 也開始無意間在撩他的眼睛 說我沒想到你眼睛這麼黑 真的那個有 沒有我覺得聶布拉在暗電星爵 滿明顯 對 他其實有些小動作有那個感覺 就是人家喝醉酒 然後他還附那種憐憫的樣子 母性愛 然後還抱著他 結果後來被 我就想說 欸你們兩個有點緊張喔 你知道嗎 這樣不是把它當成是 糟糕 我們先回到劇情我剛剛講 所以其實整塊 但是整個看下來之後 欸 我們直接講那個爆雷吧 沒有人死欸 整個故事裡面都 大家都有 大家都有 好的 我想說那個什麼 巴蒂斯塔說不演了 我想說阿中間不是被 被槍打到那個 對對對 太死了吧 沒有 這樣太死 對 所以有 有 但是我是感謝的 我是感謝鋼恩 讓這一群銀河怪咖們 有一個 各自的收尾吧 我覺得這樣子是蠻蠻 我還看得很開心 就是 所以雖然其他劇情部分 我就不講那麼多 因為我想其他大家也會補充很多 那 看了之後是感覺到 鋼恩有對這些角色 是有溫柔的 他沒有說 因為這一次可能是最後一次 故事要結局 他就把他做一些槍 就是 就是玩他用的那種 就是掉 以殺 殺死角色 讓角色犧牲 來掉你情緒 來讓你哭 但是還是很好哭的 因為那個Rocket的故事 這是有一點 我覺得有一點割裂感 但是也是必然性 他雖然故事 我們知道故事 其實是都以火箭浣熊 對Rocket來做主角 他的故事 他是整個故事的推動 可是他整部戲前半截 他都是躺著的 對不對 他的本人是在那個時期 也是受傷的 可是他的故事是情感的爆發 跟情感的關注的點吧 對不對 他跟他那一群毛茸茸的夥伴 我沒想到我會看四隻 那個改造動物聊天 我會在裡面 戲院裡面掉眼淚 尤其是看他們那種 那種彼此之間在地獄 就是艱苦的最底層 可是彼此之間 只能彼此依靠的時候 然後會因為 那麼一些簡簡單單的夢想 然後彼此支撐 然後彼此之間 把故事當作是心靈之助 所以也有啦 還有一個是我 原本有點怕發生的情節 幸好剛剛也沒這樣玩 我本來很擔心是 另外三隻動物 會不會因為以為是 因為我們看到後面故事 知道只有Rocket 確實是順利的離開了那邊嘛 就是當年的事情 那另外三個發生什麼事情了 討厭的情況是 其實就是他們 各自逃掉各自分散 那個最好的情況 但是沒有發生 那剛剛安排的是 他們就在故事中 其實就是在過完 他們就已經死掉了 那我原本蠻擔心 他們會被改造成別的狀 別的模樣 然後來跟Rocket 等於是變成是敵方那邊的角色 這個還好沒發生 所以還是我覺得 這有他的溫柔 有他的溫柔在 雖然他們三個老朋友 就是萊拉 然後牙齒跟地板 尤其那個地板 他那個就像 這樣兔子的狗 好可愛 繞圈圈那些動作的 然後是蠻可愛的 會懂得他們火箭 為什麼那麼嘴巴那麼賤 因為他其實跟這個時候的星訣 其實第三集的星訣 跟火箭 跟以前的火箭是一樣的 他原來他身邊很重要的人 已經失去過了 那他才會那麼憤事急俗 那麼把別人拒於千里之外 這個從這次星訣 其實一開始的狀況也看得出來 就是有一點 怎麼講 是因為葛摩拉的死 然後那個放不下 那整個故事走完之後 有啦各自之間的心結都解開了 我還蠻喜歡這一次最後 然後他沒有讓葛摩拉 好像又讓他重新愛上星訣那樣子 我覺得不需要啦 就是都各自過更好的 這個葛摩拉他沒有那樣過 他沒有那段相處的記憶 可是他有找到了破壞者那群家人 然後星訣本身的話 好像也回到地球去了 然後往前看 那其他的船員有的人留下了 有的人去像糖糖女王自己 對我不想再為別人而活 因為他這裡面其實就一直是個甘草角色嘛 就是都好像是在幫別人而已 對不對 然後開一些比較尷尬的玩笑 但是這次終於在結尾的時候發現 他找到自己了 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有啦整個看起來很感動就是 啊最後再講一個小小的點 雖然說剛 他們這次其實有講說 這一次裡面會出現那個 漫威電影裡面的第一個F字 我後來整個聽下來之後 有啦我聽到了 用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大家有注意到他在哪邊罵Fuck嗎 嗯 開車那一段 對就是開車 你就用在這麼弱的地方 就是那一句就是 get a fucking car 就叫他人家這樣 就這樣子而已喔 好像你剛剛你把你自己 可能人生唯一一次 可以在漫威電影裡面 用髒話的機會用掉 那台是手牌嗎是不是啊 就削頭而已啊 那台車是不是手牌 他不會開那個門 他不會開那個老式那個車門 別說那個很多年紀的 可能都不知道怎麼按那個鈕 要不按的時候怎麼開 就是剛恩這種尷尬笑料 那不是想說 好不容易有個罵髒話的機會 你算用在這邊 因為他不是他標榜這個嗎 噱頭標榜在這邊 我很努力的聽 啊就在這裡喔 大概其他戲劇補充的地方就交給 對還有那些這次剛恩把很多老老的人 拉回來了 就是他的老班底 那個我們那個 我們林書廟炭的主角啊 對不對 嗯 那個他是叫那個 耐森菲利安嘛 對啊 他其實一直都有在 剛恩的前兩 他其實前兩集 我會查這樣 他前兩集也有科串了 對 但是都被剪掉了 嗯 對 但是這一次真的讓他登場 然後再演那個警隊隊的那個隊長 終於老朋友 等一下 老朋友有在 有讓他在最後一次機會裡面 有露臉啊 也有重要的戲份啊 嗯 有開心到是很 呃 與其說漫威的超常發揮 就是回復水準 不如說是詹姆斯剛恩正常發揮 這就是 這就是他 他沒有 那個 讓觀眾 就喜歡他一二級風格的觀眾 起碼我啦 我沒有失望 看得很開心 OK Alright OK 這個 斗內200的人講完了 來 還有誰 非線性要講嗎 我 我可以先講嗎 還是有讓先講 你是有斗內還是沒斗內 哎呦 我沒有斗內 哈利被逼線性斗內 沒有我是沒有斗啦 我想說有斗那就先講 沒有 我其實不會講很多 我簡單講一下而已 所以就是不斗的意思 好壞啊 好好壞 好啦好啦 你線性就先說吧 對 我簡單講一下 對我不逼你了 對 這個 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一次看 《奇境公對3》的時候 我 滿沒有感覺的 就是 像真的就是有點在看漫威 一種的漫威電影吧 但我說我看沒有感覺 意思不是說他不好看 只是說 我並沒有覺得他難看 然後 我也沒有覺得說 他超好看 或是什麼就是 沒有什麼 過多的情緒起伏這樣子 然後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 可能是因為 對詹姆斯 剛剛一直 有點期待 可以在 《奇境公對3》看到 他在 殺突擊隊2 裡面玩的那些 一些驚喜吧 就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在看 《奇境公對3》的時候 我就是覺得詹姆斯 剛剛好像 有點被綁住的感覺 就是 他都沒有玩得很大 但他是在做自己沒錯 就是 就是 就是會有他以往的那種黑色油膜 或是他 他以往的風格 可是 我覺得好像就是 迪士尼上面就是 有人會跟他講說 欸 你頂多就是 尺度大概就是 人到這邊 就是盡量不要越界 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 就是說好像 像 剛剛Jimmy講 對 他就是在正常發揮 但是 我就沒有看到 像 可能像 自殺突擊隊2裡面 那種 可以更大膽的創意 或是更大的尺度 那種感覺 他就是這次把 《奇境公對3》 拍得非常的 中規中矩 然後 我覺得 其實我看的 比較有感覺的是 那個 就是 玩熊 他自己的那個背景故事 但是說實在 我在還沒看這部電影之前 我就知道那個水塔一定會死 所以 那個 我就 我看到 那邊他可能 死掉的時候 其實 我沒有太多的感覺 因為我可能 一開始就已經知道 對 然後 我覺得 他另外一邊之間 其實大部分就是在講說 星爵 然後他要去踏上旅程 去 要獲得可以拯救他的那個方法 然後去 去到了不同的星球 然後我覺得 他的一個很大賣點就是說 我覺得他裡面每一個設定 就是他裡面每一個星球 跟他裡面的特色 嗯 他們是感恩他都很 完整的呈現出來 而且 的確 可以看到蠻多創意在裡面 因為 像他們 第一個進入到的那個 奧 奧什麼的那個星球吧 就裡面 裡面的人真的都長得很奇怪 可能也很難用言語形容 然後可能唯一長得比較正常 就是有一個叫烏拉的 一個女櫃台人員 嗯 然後其他的長相可能就 通常都特別有創意 可能就 胖胖的或是扭曲扭曲的 嗯 然後顏色都很冰 嗯 然後當他們進入到有一個 世界是反地球的那顆星球 嗯 然後裡面所有人都長得 都是豬臉然後豬耳朵 但是他們又是人類的樣子 嗯 就是 你可以看 我覺得 心地公對3他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他裡面很多 不同的那種 星球 然後裡面不同的特色跟設定什麼的 就是 他把元素玩到很豐富 嗯 應該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 很多很多不同的 那種元素非常豐富 而且他的特效 也真的跟 其他的漫威電影比起來 他的特效花樣也 也比較多一點 嗯 嗯 嗯 最後 我是比較想要問的是說 詹姆斯港恩他之前是拍MV的導演嗎 不是 不是 我會有一個疑問 他是編劇 他是編劇出身的導演啊 對啊 哦 因為我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嗯 他給我一種很重的MV感 或是說 可能本身就是他的風格 就是 他非常喜歡流行音樂 這個元素 嗯 我覺得我在想說 是因為 他以前是MV嗎 但是因為你剛剛也說不是 不是 但是我覺得他這部電影 從頭到尾一直都充斥著 就是那些經典的流行音樂 嗯 我覺得可能也許你對於 那些歌手比較熟 或者是你對那些歌比較 有熟悉的話 你在看這部電影可能 那個樂趣會加倍這樣子 是啊 這是我自己個人發現的 他一個很愛用的一個元素 他 我覺得他是少數幾個導演 很成功的把流行音樂跟電影 結合得很完美的一個導演這樣子 嗯 然後 還是我覺得他的鏡頭語言 很常都會有一種海報感 有一種海報的感覺 就比如說 他很常很喜歡就是讓一群人 就比如說一個團隊 然後 他會直接把攝影機擺在正中間 然後讓那個團隊往 鏡頭正面的走過來 然後你會看起來覺得說 那個畫面很像是一張海報 或者是一個封面這樣子 他還蠻長的 喔 這種事情 他 你可以去看一部叫做 Ride Stuff 然後 太空 欸那叫什麼 太空先鋒嗎 對 忘記了 那部電影叫 是在講一群太空人 然後 準備參加水星任務的那個什麼 的一部電影 大概基本上那個什麼 一群人往畫面這邊走過來 的那個什麼 的慢動作是從那邊開始的 喔 可能有受他影響 然後後來 那個 怪獸電力公司 怪獸電力公司 然後還有世界末日 都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變成一種定番 你只要講英雄走 這個時候出場 就都是這樣子 對 對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是 就是太空先鋒 就七個人這樣 對 就七個太空人 對 OK 我覺得我自己在看可能會覺得 蠻有一種復古的感覺吧 他就是要把它拍的復古啊 他從第一集開始就已經是1970年代 而且 他的三部片 大概基本上第七集 第一集基本上是70年代 以70年代的音樂為主 第二集就是1980年代的音樂為主 然後到第三集就是1990年代 對 對 對 因為我覺得 大部分的電影他們要 刻意營造那種復古的感覺 會故意把它拍的畫面比較舊啊 或者是美術設計的比較老舊啊 什麼之類的 但是我蠻喜歡他這種復古風格 是因為 他是用比較 現代的方式 然後 他裡面的色彩設計或是什麼 其實 不是那麼老舊 但是他卻 卻真的有辦法讓你感受到 其實這是一種復古的感覺 嗯 不管是他從鏡頭上面的表現 或者是他可能 很常結合流行音樂 等等之類的 就是他的確有表達出 那個感受 我覺得還蠻新奇的啊 就是跟其他復古電影的風格比起來 他是有比較特別的 嗯 我有在猜測他復古的感覺 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 就是特效化妝或是說裡面不是有一些 軍人一些士兵他會穿那麼膨膨裝 就是 他是用實體的 就是不是用CG的 所以 看起來用特色片的感覺 嗯 我自己在想就是這樣 其實這應該是在第三集 比前面兩集的質感更好 的原因 因為他剛剛在那個 他剛剛在那個什麼新聞稿裡面就有講啊 他的化妝其實已經破了鬼靈驚的世界紀錄什麼的 也就是說他其實在這一次可能真的花了 花了蠻大的成分去搞這個 對啊 嗯 嗯 那再來是 那個我想要聊一下他有關於笑點的部分 就是我不知道你們在電影院看的時候 觀音體驗是怎麼樣 是大家有沒有笑這樣子 因為我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 好像電影院的人都是沒有在笑的 可是 我自己好像也覺得 這一次在玩那些笑料的時候 也沒有他以前那麼 那麼高級 就是有好幾次我的嘴角都有上揚的微笑 但我就是笑不出來 就是 我知道你在搞笑 然後我的確有微笑了 但是 所以你對前兩步 所以你前兩步有笑出來 啊 就是我 我覺得我可以哈哈大笑 或者是在看自殺突擊隊2的時候也是 或是覺得說 哇幹這太荒謬了 然後就大笑這樣子 嗯 就好像看第三集的時候也不太 因為有辦法大笑 或者是 那時候我覺得 他玩的那個笑可能有點太 太刻意了 就比如說有一個地方我真的覺得 超不好笑 是 那時候有人要 那個Bartista要去安慰那個新局 嗯 後來他就開始說 噢 那個其實 你的心力就像一個什麼 石塔 就是他 我在譬喻啊 我是很會比喻啊 對對對 然後又說什麼你的 你的頭髮啊 像什麼什麼葉子啊 然後我拉出來的石 然後像什麼什麼之類的 嗯 他 他了一段時間 在鋪了那個梗 然後我想說 這個時候劇情是不是會順便帶到 星爵他一些 很重要的內心心 不過完全沒有 就是 非常純粹的 嗯 講一個笑梗 你聽這樣子 會吧 那個東西其實 不是在講說 你要脫離舒適圈的意思嗎 哦 這樣子嗎 不是嗎 對啊 他的意思 欸他講的蠻清楚的耶 螳螂女要Batista講的 講 不是 是吧 你講的是這個吧 就是我那個角色的個性啊 對啊 阿Batista本來 德克斯的 不是德克斯的個性 本來就是講話 就是 他就是一個 能梗大王 他不管在任何時候 做的事情 全部都GAP到啊 他的GAP到就是他的笑料 對啊 好吧 就是沒有接到 你可能對那個角色不熟 可能就 見不到這個 可是他已經連看了 然後前面兩步怎麼還不熟 不太可能 我覺得可能太久了 太久了 我覺得可能每個人 戳中笑點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樣 就像比如說後面那個Batista啊 他在沙發那邊搞笑的時候 我也有點笑不太出來 他會 一直躺在那個沙發上 然後想說 我不知道這是多功能的啊 嗯 那麼可能又會 花時間在那邊吵成一團 喔沒有他 他表現他很欠揍的樣子 不過他這個系列 一直不都是一群廢材在那邊歪龍 對啊 對對對 所以我剛才說 我覺得 能是 我覺得之前那個 那個 港恩他表現 調化的方式 我覺得好像比較好笑吧 就是總覺得 他在第三集好像玩的比較小一點 或者是說 可能就是我一個人這樣覺得吧 那還好欸 前兩集他的笑點 沒有算很出錯 第三集算還好 我反正覺得前面兩集沒有什麼好笑 對啊 我是覺得 還好 我前面兩集只想到 那個 但這個真的每個人 但這個真的每個人不一樣 因為那個 像我來說 我覺得雷神索爾 的第三集 比較好笑 對 我一直都覺得 這個港恩的東西沒有 沒有那個 他一家為敵體的有趣 你知道 對啊 所以像 立方很喜歡 很喜歡 港恩 我也不知道是 根據立方的說法 是因為他去採訪 港恩的時候 詹姆斯剛恩有稱讚他的衣服 穿得很漂亮 對 對 所以他就說 他從那個時候認 港恩是他的媽 這樣 可是話說回來 立方你也很久沒有穿那件衣服 對 你們注意到立方最近已經變得 八 加九位變得挺重的 他就開始穿 開始帶項鍊了 然後 當他去整形 圍整形之後回來 他就開始掛項鍊了 就開始變加九了 你知道嗎 你以前的這個 啾啾跟你的那些 往裡套去哪裡 被鋼岸稱讚 怎麼不穿出來 你怎麼 好啦 好啦 你繼續講 好啦 他們那一群人 其實我這一集 反而會比較喜歡的角色 應該是葛摩拉吧 就是 他一直會 呃 他在跟星爵互動的時候 我感覺出來 其實星爵他就是一直想要 讓他恢復那個記憶 然後 嘿 你真是太令我驚訝了 會嗎 我覺得葛摩拉這一集超討厭 你討厭嗎 很婉娘欸 他超吵的 他每次在那邊罵人的時候 我都覺得你讓我覺得 你讓我覺得精神壓力好重喔 你知道嗎 這部片呢 我基本上從頭到尾 一直不會看三個女人在那邊吼叫 你知道嗎 沒想到 我 線性喜歡被女人吼叫啊 是不是 因為我是喜歡他們之間那個關係的互動 因為他們 不是兩個人本來就是要演出說 星爵就是 一直希望他說可以回到 變 他認識以前的那個葛摩拉 但他就是不是 然後葛摩拉他 就會表現出說 我真的不認識你是誰 然後 我有忘記你是誰 可是 因為葛摩拉他自己本身 那個什麼 兇殺個性 然後到 後來星爵在埋怨他的時候 然後 像那一幕他們在坐電梯的這場戲 哇 我那時候覺得葛摩拉 像班若一樣 你知道 因為還有他 我覺得可能他年紀也 大了 你知道 已經十年 已經也八年了 對他 他那個臉 臉已經銷售下來 他的顴骨已經突出了 然後再 在漆上綠色的那個皮膚 然後接下來 他回過頭來 他在那邊做那個表情在那邊 然後突然間一回頭 Shut up 我那時候覺得 幹這個你好恐怖 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喜歡這種女人 你知道嗎 超可怕的 你知道很兇耶 然後 一左一右 右邊的那個什麼 然後 涅布拉以前也是超兇的 然後他後面在那邊吼小孩的時候 我也覺得他好恐怖 你知道嗎 你們這些女人是怎麼回事啊 你知道嗎 女權犯蛋然後變得超可怕的 你知道嗎 可是我覺得這一集 我好像也比較 我覺得 涅布拉也蠻討喜的啊 涅布拉也好討厭 你真的很喜歡被罵耶 像那個 像這部片 連那個 連那個什麼 那個螳螂女也 讓我覺得 然後那時候覺得 幹你們不要 你們聲音都好尖銳 可以不要 當然也有可能 是跟我前幾天 那個什麼 前一天那個睡眠不足有關係 你知道嗎 有點精神衰弱 如果這時候 聽到三個女生用穿透力很高的聲音 在那邊 在那邊吼來吼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有點焦慮 你知道嗎 對 要不是有 要不是 要不是有火箭浣熊的那個什麼 溫情的閃回 我真的覺得這部片那個什麼 我從頭到尾 會覺得 拜託你們兩個 三個不要再火了 然後很痛苦 然後 好吧 Alright 可是其他人會嗎 我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會 就是討厭這一集的 葛摩拉跟涅布拉 我覺得葛摩拉很討厭 但涅布拉這一集很好 然後那個 唐唐女開始感覺 要鬧 看你要獨立了 所以說他越來越討厭 不是 因為螳螂女 我覺得螳螂女 有一個比較奇怪的點 他那個設定說 他是心絕妹妹的設定 根本沒有用 喔 對啊 對啊 有什麼差 他 他講的部分 他主要是要帶到他爺爺啊 不是啊 那也沒有差別 帶到他爺爺幹嘛 而且他爺爺跟 不是 他爺爺又不是螳螂 又不是螳螂女的爺爺 不是嗎 不是同父 是同父異母 但是 爺爺是他外公 爺爺是他媽媽的 是他媽媽的爸爸 跟那個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就覺得唐唐女這個設定 根本就沒有什麼意思啊 唐唐女那個設定是聖誕節 意思是說彼得還有一個家人 對 那他講這個 那他多加這個設定幹嘛 我覺得沒有 他在聖誕節最後才講 對啊 他在聖誕節最後才講 那不是說以後要幹嘛 結果他一開始 整部片子都沒幹嘛 沒有他只是意思說 因為這樣子才會加強說 我覺得他一直在開導彼得說 你還有家人 你不要再在這邊靠腰了 你回去幫你 幫彼得的原因 就是為了 我覺得這不符合他們本來義工隊的設定 因為他已經當李長伯了 李長伯基本上每個人都是你家人 按照他的這個概念 這部片事實上蠻左的 你不覺得嗎 很共產耶 這部片很共產耶 對不對 就是他們那一群人 基本上就全部都是那種 那個勞工階級 然後對於資產階級的反抗 對不對 如果按照我們陳佑還活在這邊的話 就會開始講這個 對啊 結果解構他就會開始那個什麼 資本主義啊 然後什麼 因為那個至高進化就是資本主義者啊 對不對 他就灌老闆啊 他覺得這東西沒有用 他就把他file了 他就把他整個燒掉 所以他沒有溫情了 對啊 那個時候 那個火箭碗熊很明顯 就是那種被壓榨的勞工 然後我們在這種暗無天日的狀態下 然後為老闆賣命 然後人家還在那邊 人家還在那邊不爽 你比我聰明 對不對 對啊 然後到最後我們這幾個人 其實只是非常卑微的 希望能夠外面出現藍天 結果他是全死光 對啊 這件人很糟糕 然後再加上那個什麼 他還有一個 機器戰警連 這個也是個 這個也蠻明顯的啊 機器戰警是機器人 是完全沒有 是沒有感情的啊 對不對 所以沒有感情人 對抗有感情的人啊 這是這部片裡面 最大的那個什麼 的對立點嗎 對啊 那一群 而且最後那個德克斯那一段 也蠻明顯的啊 就是欸 不是當然想說 德克斯不是最後很傷心嗎 他說原來你覺得我沒有用 對不對 那他最後如何證明他有用 因為他會講啾啾的話 就這樣子啊 也就是說你 你不是那個時候 大家在平時說沒有用 這是 然後那個時候 就不應該存在這個概念是不對的 你知道 你認為他不該存在 你認為他沒有用 所以他不應該存在團隊裡面 那你的想法 就跟至高進化是一模一樣的想法 你知道嗎 所以他講的是 那個時候 關懷這件事情 你知道 至高進化基本上是法西斯啊 對不對 你沒有用啊 你不是最高進化的 你不是 你不是優良物種 就該全部殺掉啊 這不就是以前的那個集中營 這不是有 對啊 這不是以前納粹的那個概念嗎 對不對 好吧 alright 好 然後 最後就覺得他說 他收尾其實說得蠻好的啦 就是至少給這個系列 蠻漂亮的一個劇 就是大家 但是都完成了自己的角色曲線 然後 呃 晚熊的 晚熊的那個背景故事特別完整 然後 他的故事也最感人 那 最後 其實他們 就已經開始表明自己的立場 會各本東西 然後找到自己的方向之類的 然後 當你其實看到 他們那一群人跟著那一 那一些小孩 然後聽著音樂 音樂跳舞的時候 那邊你會跟著角色 也會覺得蠻開心的 嗯 就是我覺得他在 過收尾這個部分 其實他覺得還不錯這樣子 嗯 就是 其實我 想要簡單講大概就是 就是這些 alright 好吧 我講完了 飛千千就決定要 社後不理人 要去睡 不參與討論 哈哈哈 會聽一下 對 那大部分的人那個什麼 這這樣子不行的 我們本來是要進入討論 而不是每個人講完了以後就下線 哦 對 哈哈 你以為你當這也是 2100全民開獎這樣 打電話進來 call in 講完就掛了 這樣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比較尷尬是每次我們熱門主題都擺在很後面嗎 那 不是每一個大家每次都可以撐到那麼晚啊 嗯 包含我現在 我都不知道我明天早上上班 為什麼精神是什麼狀況了 嗯 沒辦法 那就是那個時候 我是最辛苦的 有人可以下線我可是不能下線啊 對 對啊 你是我們的 你是我們的中心股啊 我還會為了要讓你們每個人都有話講 然後我都不能睡 然後也不能去尿尿 那個 你看 對不對 怪我 還在嫌大家那個時候不能討論 欸 靠北 哪敢哪敢 你們每個人一個人講10分鐘就已經90分鐘 好不好 好 好 還有誰 我我我我 你們會覺得這次港恩的尺度比較小嗎 誰 最後問一個而已啊 最後問一下 你會這樣覺得嗎 還好耶 我覺得他以前那個B級片的感覺翻 剛剛在做那個什麼漫威電影的時候 尺度一向都比他翻來的還要小 應該是 還好啊 就跟前三部差不多 自己 少了一些戲女 多了一些溫情 我覺得 多以敵重來看 當然如果以尺度來講的話 自殺突擊對決的尺度比較大 當然 對啊 就是對啊 在《星進一公隊》系列比較不會有太過於荒謬 或是血腥的橋段 可能是因為是漫威電影吧 嗯 應該是吧 因為他漫威電影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有那個整個爆血漿的畫面嗎 好像沒有 第一集有格魯特把人弄串燒 然後這一次是把人從身體裡面數字刺串 那個想像一下其實蠻恐怖的耶 對 但也沒有血出來啦 但是應該還沒有到自殺突擊隊裡面 進去把人家全部殺掉 然後到最後發現他們殺錯了 可悲殺錯了 對 應該沒有嘛 那個狗狗有把一個敵人的 蛤 他這一次有至高進化的臉皮拿掉 事實上算是蠻劣奇的 那我想問 那個 狗狗用 念力把 牆壁捏碎 一個敵人那個 放下血型 他有 沒有血啊 他血有流出來就有 樣子 樣子啦 還好啦 我記得走廊那一場戰鬥比較痛啊 我記得有個人被刺激機啊 沒有你要講尺度最開 我倒覺得那個什麼 他們進去製造進化那個研究領域 看起來完全是在內臟裡面 對 那種感覺是人的皮膚的那種 對 那個都很 都可能是在漫威電影裡面很少出現的話 要獵奇一點 對啊 就獵奇啊 對啊 好吧 嗯 好啦 好啦 哈利剛剛應該是排在謝金後面的對不對 是 是 來吧 我來 我排哈利後面 你排哈利後面 先講吧 就 其實 這個系列 我其實 一到看到三 其實我 應該說 漫威的這系列啊 就是 這應該算是我看起來 算是最 沒有什麼 感覺的系列 可是 又好死不死 這個是 這個導演 唯一三部都是他導的系列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就是 有啦 當然如果你要撇除掉黑豹的話 唯一三部都是他導的系列 是什麼意思 我聽不太懂 因為比如說 鋼鐵人123不是 自己都會換導演 對啊 對啊 然後雷森所有1234也不是同一個 雷森所有三四 雷森所有三四 雷森所有三四同一個 然後12不同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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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就是風格統一吧 是不是 對風格統一的 嗯 所以其實怎麼講呢 因為我 我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是完全沒有感覺 我感覺就是看第一集的星期一公盾 就像看第一集的那個 遇寫任務一樣 就是一大堆你熟悉的硬漢 很有個性硬漢 可是不知道他們在打什麼 然後就這樣結束了 然後 對啊 就是這樣感覺 而且那個時候 我好像也沒有gay到什麼笑點 所以我一直都記不清 到現在也記不清楚 那裡面在演什麼 然後第二集 我微微就是有記起來 就是說 喔 羅素觀特裡面當老爸 然後 裡面就是有一些 呃 插邊球笑話冒出來什麼的 嗯 亂 所以 而且就再加上就是說 因為第一集星期一公盾 它就是那種 我們平常看到那種外型科幻 所以其實裡面的美術設計 看起來跟其他科幻片還蠻相近的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太大的激烈 可是 到第二集之後 好像就是當時聽說 好像是不是攝影師被有換什麼的 所以好像色彩啊 或是說裡面 或是說剛剛自己導演 他自己想要 有一個特殊的一個 配色或是說美術 我才會微微的有一些印象 對啊 或是說 欸其實故事有一個主軸 就是說 這個星爵他在 認他的父親 他到底要認這個養父 還是要認這個生父什麼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 第二集的很大一個重點 嗯 然後 所以其實第二集 我有記起來 可是呢 中間有什麼細節呢 我其實也 我還記得一些笑哏 比如說那個 那個 那個德克斯 德克斯 德克斯 他講笑話的時候 他都會跟那個星爵講說 都講 當年老爸跟老媽怎麼生效果 然後講的就是說 欸這很 這是 這是 然後那星爵就覺得 好噁心喔 然後我聽了覺得很好笑 覺得這個 這種 這種 成人哏什麼的 不然就是說那個 那個 差不多就是類似這種的 然後 就是 我會覺得這導演他厲害一點 就是說他寫這種 就是這種小段子很厲害 就是說你 好像就是 沒辦法從哪裡猜到就是說他要怎麼發這個梗 就是每次遇到錯不起房 就是說 這又是一個梗 就是每天沒看過很新奇 這是好不好笑 好像也不是很好笑 可是蠻新鮮的 所以 我 每次 我對這個導演印象深刻多多這個東西 像是說那個PeaceMaker裡面也是一樣 就是裡面那個女黑人他在 用平板滑簡報的時候不小心滑到他女朋友的鮑魚 然後我當時看到的時候也想是考 只有你這個人 這個導演才可以想出這個段子 可是呢 就是以為這樣 我就是 我每次也是 覺得他的 劇本就是一位這樣說害我每次看完都 都一直記著他的段子 我一直都 好像沒有辦法很完整的 懷想出他的一個 氣氛在幹什麼 就是他的這個小段子實在是太 印象深刻在我的 我的記憶中 所以 也許是要像 自發廚師一對 集結 或是說像 PeaceMaker一樣 就是說他的主軸 或是說他視覺 因為沒有這種 合家觀賞 所以變得更 血腥更暴力 才可以讓我記得 就是說裡面的美術 或是說裡面的一個 劇情橋段 所以 他在做這個星際衣工 在散播區的時候 我其實都覺得就是說 你的畫面 我知道你 到 這個第2集第3集 你畫面越來越有一些 個人特色 可是就是說 相對於你最厲害的這個 很誇張很厲害的一個 段子 這種小段子 還是有點 弱一節 所以就是 可能就是因為 是迪士尼綁著你 所以 你沒辦法在 你的那個 視覺特效上面放得很開 什麼的 讓我們就是說在 腦袋中留下陰影 所以這是 我看這三部曲的這個感覺 所以 我也不會說這是一個 他的缺點 而是說 可能他 有他 該發揮空間 可是 覺得應該不是迪士尼 就對了 我覺得他應該 真的要去 去 找一個就是說 一個公司 就是就是他要一個 要一個地方就是 讓他可以放開 做這些東西 不然我只是覺得 就是說其實 他的那些小段子都非常 shock 然後如果他的畫面 或是他劇本不夠shock的話 他的那個 記憶感就會被他那個小段子 給沖淡 所以這是 我對這個導演 他的這個本事的一個印象 所以 看這一集的時候 我其實 我其實也不是抱太大型態 就是說 會死人嗎 還是不會死人 或是說我要拆裡面的幹嘛 其實也都沒有 只是就是說 我的確還是有經驗到 就是像剛剛說的 裡面很多特效都好像 是用實體化妝出來 或是說裡面那些服裝 都是好像 就是找人家定製的 就是那些 泡泡服什麼的 然後 就是做出那種 有點像特色片的復古感 你就覺得有點 有點好玩 就是 對啊 然後 然後再加上就是說 裡面 我有看到 就是說 像是 剛剛 飛行機所講的 就是說裡面 有那個 反地球那些居民 是 是 然後他 他裡面那些人的造型 雖然 我覺得他們化妝很精良 可是 我自己覺得在 創意上面我覺得還好 因為 我就覺得他們頭 就是變成那個樣子 可是他們手腳還是人的手腳 所以我就覺得 沒什麼 你覺得玩得不夠大是不是 對 我就覺得他就是 戴一個 面具 可是他的手 塗成藍色 然後 腳長一點毛 就這樣子 就是 我以為就是說你整個 谷歌結構都要改變什麼的 對這是 五位小可惜 可是呢 他裡面有描寫一些 就像他們要跑到 那個 那個紅色金字塔那邊的時候啊 不是有兩個 生化的首位 就是一隻豬 然後一直看起來像星星的 然後一直看那隻星星 就是 重點就是這個 我一直在看那隻 我一直看著說 他的皮膚看起來像海龜烏龜 可是他的嘴巴又像 鳥類 然後他的 輪廓又像星星 嗯 我就當時想說 這到底是三小蛙 我就想說似不像 他不是 至高進化的縫合怪嗎 所以他不是他研究出來 我當時嚇到 就是我想說 我靠 居然 居然會看到一個 我認不出東西的一個玩意 我覺得這是很新奇 不然旁邊那隻豬 我就覺得 你這有夠懶惰的設計師 你是把一隻豬身上放一堆機器就這樣好啊 你沒看到這隻 我認都認不出來是三小 你看 人家這設計師花多少行李 嘿嘿 我當時看的時候真的是 很認真看這是到底是什麼挖口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哎唷 所以我覺得 竟然有哈利解構不了的 的設計 那樣 呵呵呵 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 這是個 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 你居然可以 可以把它 放到 而且 因為 我的定義是這樣啊 如果 你隨便湊 你隨便湊的話 其實你看不到那些質感 你看不到就是 什麼動物的皮膚 什麼動物的 什麼特徵 可是 你居然可以看到這個皮膚的質感 我是說它哪個部 或是哪個動物的特徵 所以代表是 它不是 隨便平的 它是 有刻意在設計的 所以 是要去 花時間去 調配的東西 所以 代表是有花時間啦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東西 它不是真的 就是像上次所講的 你AI丟進去然後做出來 因為AI其實 它有時候不大會去 真正的好好去搭配那些比例什麼的 所以 我自己是覺得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特別的地方 所以 在這個視覺裡面我覺得 因為像 像 也有講過嘛 這個是一個 脫離地球的一個 故事 所以 難免就是說這個 設計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多 的確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多 就是比如說像 一剛開始那個 就是 星爵他們的太空船 我們這樣飛出去 我也想說 他飛出去那三小 就是 覺得這是個 這是個手鍊嗎 就是他那個太空船長得超級型的 然後 覺得就是說 包一號啊 他們這次那個包一號 對啊 因為 上一個 太空船看起來像一朵 花 然後 一隻 鳥 這是一個 往後炸的東西 然後 我當時覺得 就是說 這感覺漫威的那個太空 太空載具就差不多這樣子 就是說 減減的 很多零件 這樣子 嗯 然後都是要 就有點像台灣那種 機車一樣 然後 可是就是說 看到後面 可能 有可能大家看十年 看越來越疲乏 所以 現在 上次 什麼 其他的 就是這種 太空的這種 科幻片越來越出來越來越多 像什麼 什麼沙丘那種東西也出來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說 他們 好像又 把這種美術稍微 把它做一些 有點像說 嗯 做一些不同的調整嘛 就是從之前的 三角形漸漸的變成這隻 圓虎的樣子 看起來像一個 胡拉拳 麻花拳什麼的 嗯 我覺得這是蠻特別的東西 嗯 就是 有啦 我看的比較出戲是那個 我看的比較出戲是那個 涅布拉他的那個 左手 嗯 我不知道那個涅布拉左手 他是什麼時候變成那樣子 就是他長得很像那個 長像 鋼鐵人的科技啊 是第幾級時候 變成那樣 三級以後不是他們 就他已經有那個 就是在 終極之戰3的時候 就已經 耐米科技啊 對呀 耐米科技啊 然後拿去用啊 他們這 技術交流啊 因為 我剛剛 我回來再看那個 聖誕節特技的時候 他的手好像還是舊的 重點是 他那個時候 聖誕節特技他不需要戰鬥啊 所以說他戰鬥的時候會變成那樣子 因為我其實老實講 他的那個手 看起來就像那個 查克史奈德之正義聯盟 裡面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反派 荒原狼嗎 對荒原狼全身都靈片 我想說 靠非你從DC來是不是 你跟人家借科技 長得一模一樣 風格一模一樣 你會想說 你會想說 對啊 我以前很好笑 我想說 因為之前也有聽說過 好像 DC跟漫威的 美術設計 好像 也是有 重疊的人員 嗯 對啊 嗯 所以 我覺得這一集 他有 我 我覺得啊 因為 之前前兩集 我覺得他都 很可惜 就是說他都沒有真的在講角色 所以 而且這些角色其實你要說強也不強 你要說 爛 好像 你要說裡面最爛是誰 應該是星爵 或是說那個 或是 只是 開個 雙槍 叮叮叮 不然就是 拿兩隻到同海同聚 嗯 表情覺得就是他們的講 他是領導啊 我們講過領導不需要最強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他 即便他沒有那種 很有魅力的能力 可是就是說 他甚至沒有 太強 這些角色的過去 就是 簡單的一個設計 就是說 Jax他 就是家破人王什麼的 然後 然後那個 星爵他是個孤兒 然後 格摩拉是 他們都是 女兒 然後想說 他就講一下 然後後面好像幾乎 就是第1集 好像幾乎就沒有在提這些事情 所以 第2集 他有把星爵的過去把他帶回來 所以我才比較記得第2集的劇情 然後第3集我就想說 你總不能就是說要繼續這樣吧 好 所以他的確 他真的講了一個我們可能 數一數二好奇 就是那隻 豪雄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隻豪雄為什麼全身有那種 那種生化外骨骼 看起來酷弊的 我想知道那隻豪雄的來歷 真的 滿足我們願望 那隻豪雄到底是哪來的 所以 我們就知道這個五彎雄的來歷 所以 我們就 就是有一個 這部他就有一個完整 然後讓我們可以去 一個 享受的一個主線在裡面 對啊 相對起來之前那個 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有一個 不叫凝聚不叫吸引我們的主線化 我才不會被那個 很厲害的那些段子 給混淆 所以 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他有 相對之前有把 這一集有把這個重心給找到 有一個很強的重心 就是 不管是在講 這個友誼 或是說在講這個 角色的過去 因為就是像剛剛說 人家說第一集那個 格魯特 格魯特死掉爆炸什麼的 可是我想說 靠北我們 格魯特是什麼 我不知道 可是 而且格魯特 他就出來一集 我們有沒有什麼感覺 他爆炸 我覺得 也還好 就是 就是爆炸 就是沒感覺 所以 我 所以我才覺得第一集 就是 你犧牲了哪個角色 我都覺得 都沒有 沒有任何感覺 所以 我才覺得 我對第一集 就沒有什麼印象 所以到第三集 我們 一個 最喜歡的角色 就是火箭 我們終於 能知道他的神勢 然後 也可以去 我們也很喜歡他 所以 當開始講起他 準備要失去他的時候 我才會覺得 就是說 其實蠻有看頭的 我們 我可能在看的時候 會比較有注意力 就是說 所以 有一個 我很想知道的故事 終於要開始來 去輸出給我聽的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 莱拉也講了嘛 Flockhead 這終究是你的故事啊 對不對 他其實就 我覺得剛恩在那邊 就點出來了 這一集 是火箭的故事 所以他一直躺著 沒有啊 你那個 你那個只是 你那個只是 只是 對啊 那個只是 穿越第四道牆的 這種提示而已 那個不算數啊 對啊 對啊 所以 我 我看的時候覺得 就是說其實 就是 就像剛剛說啦 其實都一樣 我覺得就是 他就是 鋼恩的一個 安全嘛 可是 我覺得 就是 這個 滾島 這鋼恩 他 有好好 我覺得他好像有稍微 相較以前有稍微抓 抓回一點 就是說可能主流 這種商業片 他可能要有一個 一個主軸的凝聚力 雖然我覺得他 寫那些 小段子真的很厲害 看那個 Peacemaker 那小段子超好笑的 恩 我要人家 那個黑 那個那個 女黑人要去匯略人家 然後人家 他說我沒有匯略你啊 他說我好想被匯略啊 然後說我要匯略 靠腰 你每次 看這些意想不到 所以 對啊 我很喜歡 這一部 可是 我自己 又覺得 我可能很快就會忘記這一部裡面的很多細節 所以 然後繼續又只留下他裡面那些小段子 對啊像 我裡面有 一個 一直 有一直記錄一個小小段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給到 就是說 那個星爵他一直 就是大家 不管是葛摩啦 或者說其他人 說啊 我們趕快逃走啊 我們不要去找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那個像 RoboCop的那一位 知道進化啦 恩 對 你不要去找那個 那個壞蛋 然後找他去放手 然後那個星爵就說 不要我要找他正面對峙 你要 他講那個正面對峙 不是 這陷阱啦 他說 這明明這個陷阱你為什麼要去 我不知道才是陷阱 我這個叫正面對決 對對 正面對決嘛 因為他說正面對決英文詞叫 Face off Face off Face off不是變臉啊 而且最後臉皮是真的掉下來 對 然後 然後 你是 你是 是我英文不夠好 還是你在埋梗 然後我一等 然後等到後面 真的有Face off 臉皮 拔下來 然後 就像那個 就像變臉一樣 臉皮被拔下來 終於Face off 有梗 題外話 還有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聽到就是說 因為那個 I'm Guru 就是格魯特 他不是只會講這句嗎 我發現後面 最後講了一句謝謝 對 沒有 他就說 I love you 我愛大家 對呀 我愛大家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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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低所 說 I love you I love you 喔 沒有 我只是突然想到那個什麼 Family這句話 變成 I am Guru 他們要過了一陣子 然後才 在最近那個玩命關頭要出時 他終於 5月17 終於要 難道他是 逢低所 潛入 然後 趁機宣傳 是不是 We are family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 他說是 We are Guru 他第一句是 We are Guru 是喔 好啦 對 好吧 好吧 反正就是 我 好特別喔 就是說 他終於 開口講 第一句不是 I am Guru 哇 不知道這是不是 第二句 是嗎 是嗎 他第一集 你忘記了 他第一集 他第一集 講的是 We are Guru 然後就 摔掉 然後那個 摔死了 對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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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差不多是這樣 Alright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 雖然跟前兩集 比較起來 我覺得 沒有進步太多 可是就是說 像剛剛說的畫面 或是說他的創意 我覺得 都有提升 然後我對他感覺差不多 我覺得 他的特別地方是那些小端子 所以他應該要在一些 比較 能放開的場合去做他的創作 對啊 然後 我 我不大知道這個Gundo 他 這個 他 拍漫威 拍超級英雄之外的電影有哪些 就是 我會怕說他會不會之後都拍超級英雄電影 因為我覺得他 他應該很 不拍超級英雄電影 應該才 不就有 機會發揮啊 之後的DC 拍一堆超級英雄電影 沒有啊 他是DC總裁 那現在DC是DewDew的那個 CEO餒 對啊 我只看他的犀利人夫啦 他那個 撕裂人員那個 體材 我實在太不喜歡了 你可以看Scooby啊 哈哈 呵呵呵 喔 Scooby有兩集 Scooby好像是編劇 Scooby好像是編劇 對阿 對對對 喔 他還有生 他當編劇還有做那個活人生姿啊 對阿 我們紮導導演的第一部唱片 嗯 好吧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 就是像大家說啦 就是他的正常發揮 所以 真的 可能 有點要去怪就是說 前面 那兩三部的那個品質控管是不是都有問題什麼的 也不會啦 我覺得他第一集其實在當年 的時候他算是很特別 沒有 我是說 我是說這一個階段的其他漫威電影啊 沒有我還是要 我還是要說那個什麼 其實像奇異博士很不錯 對啊 我是 我覺得奇異博士不錯 可是我覺得 人生所有事我真的不行 就是 我覺得他主要 他 他主要的那個主線故事好像沒有想要認真講 其實我覺得這個系列都有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超級英雄電影玩到後來 他的那個套路性是非常明顯就知道一定會有一個反派出來然後最後主角都會擊敗他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對 那 在所有人都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你必須要讓每一部片都開始有一點點不一樣 都要有自己的風格 對那 那 每個人選擇的那個方向是不一樣 那他一家維迪體的我覺得他我覺得他有一點 在雷神所有事的時候用的是他以前那個 吸血鬼的 那個什麼 什麼吸血鬼的 詩篇 家庭詩篇的那種感覺 然後他的他的東西就是那種那個什麼 怪怪怪咖怪咖的那種玩法 那 尷尬 對啊就是一群 怪人然後在講話然後講話的內容本身有好像也是 有點那個什麼無厘頭的那種情況 那當然有在某種情況來講這個跟鋼 詹姆斯剛剛的 帶我其實是很接近的 但是你可以發 其實兩個人的那種 喜劇的那個梗的那個點不太一樣 然後我自己個人是比較能夠接那個塔伊加維迪體 對 因為 我自己其實一直對於那個詹姆斯剛剛的視覺 沒有特別的 尤其我記得我之前有講過我對於星際異攻隊的那個什麼 各種顏色的 人啊 有點 感到有點不舒服 所以有很多人喜歡永度然後我想說我不喜歡藍色的人 然後 然後葛摩拉你怎麼會喜歡一個綠色的女人呢 那我感覺起來我其實一直都有點吃不太到 那塔伊加維迪體他做到那個什麼雷神索爾3的時候 就 你要 其實我覺得他們那邊的設計反而是 你要讓他看起來像外星人他就真的不像人 可是那個什麼 詹姆斯剛恩的星際異攻隊裡面有好多 都是 看起來是人 但是只是皮膚顏色不一樣的那種狀態 所以 我就會覺得 有點有點弄 不舒服 顏色變了一個調 對啊 對啊 也有一些是蠻有趣的像志高竹這種 全身金的 那種那個其實還蠻好笑的 對 但是像永度這種的我就 其實我每次在看的時候我的感覺只有 你化妝你的皮膚會不會不舒服 那種聯想 對啊那個永度 永度每次看他那個 巨巨 那張底 我想說靠杯 你該不會連嘴巴裡面都畫藍色 藍到發亮 但是因為這一種他的這種習慣其實好像也跟 喜歡用顏色區別每個角色的這種 方式好像 讓我聯想起他以前在史庫比的時候是不是 也就這個樣子 因為史庫比裡面那四個角色是不是都不一樣衣服 顏色很鮮明很卡通 你知道 薛奇啊 對啊重點不在於這個重點是他自己喜歡選擇的這樣子的一個題材 然後那個什麼還強調在真人系裡面 強調那種卡通感 對啊 像那個 Drax Drax 我 我之前瞄過就是說在漫畫裡面 因為我們Drax是看到他灰色 上面有一些紅色的圖騰 對啊 我之前看到Drax他的漫畫裡面是 他是綠色的 然後紅色的圖騰 對 好像為了就是跟葛摩拉就是區別所以把它變成灰色的樣子 嗯 我吧 所以不然他本來也是綠色的 如果你要 不過你要講的話如果你要講這一次有什麼讓我覺得有一點 走鐘的東西 應該就是Drax 應該就是德克斯 我覺得Batista 最近 胖 你把它跟他18年前的那個樣子比起來 你就可以發現那個什麼 Batista變得很圓 沒有你 我跟你講 你發現他這次 穿衣服的時間比較多 他幾乎沒有肉 他幾乎沒有打赤膊 他胖啊 然後 就是 就連他穿起衣服你就覺得他的脖子很 你知道就是那個地方感覺起來 被鼓起來的感覺很重 對啊 撞下巴 好吧 不過Batista不是也有演沙丘嗎 他在沙丘裡面 有那麼腫嗎 就是這一次的腫已經有一點你無法去忽視了 他怎麼了 還是因為老了 因為老了可能那個真的 就真的會比較就是 體質什麼的比較難控制之類的 不過你要講的話那個我覺得那個星爵啊 克里斯普萊特好像有 好像有比較受回來了 我覺得他也胖了 我覺得他這一次讓我覺得最胖的就是他掉太空裡面連整個腫起來那一段 但是他這一次因為他是頭髮QQ啊所以你會覺得好像 他的這個整個臉好像變得比較比較擴散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他的鬍子 相較以前剃得比較乾淨 因為他在 他在那個 那個終局之戰跟雷森所有事的時候他是柳大鬍子 我記得 對雷森所有事他是柳大鬍子 對啊 而且他這次他穿的衣服也是比較寬鬆的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肥 可是我覺得其實應該都差不多啦 根據 呃之前八卦 講法就是 克里斯普萊特是異胖體質 所以我看得出來 他以前就很胖啊 對啊 他是為了演星爵讓自己瘦下來 但是他瘦下來又心路大開嘛 因為接下來他就已經演出各種什麼 諸如此世界啊 對不對然後還有星際過客這種啊 然後還有那個 甚至還有絕地其其事 對他以前的型沒辦法演那樣子的片好不好 對啊完全是因為星際異攻隊的關係 都是星際異攻隊整個轉 對啊 好吧 我覺得他的體質跟那個不然這個廢血很像 就是說又高 那個骨架又垮 可是這種體質很容易 有可能很容易溢肥啊 他以前 他以前是肉肉的啊 他以前是又水又肉的 而且他沒陳平之前 我常常 會把他跟賽斯羅更搞混 哈哈哈哈哈哈 喔好吧 對 還有瑪莉歐沒有瑪莉歐是配音啊 不是演員啊 對 好吧 對那個 那個什麼哈利玩了吧 對不對 還有其他人 好 那我 誰 來 我 我 喔喔喔 熊喔台柱 喔 終於換我了 終於換你了 你要說什麼 你流淚了吧 我這集我流淚了 我這集流淚了 熊寶流淚 很久為就是看漫威電影讓我哭了 對啊 放不讓我覺得很感動 應該是終局之戰 喔 對 然後呢 然後 蜘蛛人不哭嗎 也有耶 也有 你幹嘛記不清楚嗎 他就是為了講給你吐槽 你不懂 我想說的是 我之前我記得我給那個 黑豹2 65 然後 又來了 然後那個 蜘蛛3好像70 70出頭 可是最不 親戚工作的3 我可以給他95分 唉唷 給95喔 對 從情感到動作到那個 人物刻畫 我都覺得超級好 看人出來很用心 然後 你們也知道 少的那5分是 從哪邊摳除的 你們也知道嗎 對 就是那個 格魯特逢迪索話 我覺得很不好 格魯特逢迪索你覺得很不好 對啊 第二集很可愛啊 有點那麼壯 我覺得他一點那麼可愛了好不好 你說臉變寬了 很不猛啊 靠 好喔 對啊 喔他在第二集的時候最猛 因為第二集是 小小 小小隻的啊 小隻 對啊 對啊 第一集高光瘦瘦的也還好 然後這一集就變成一個壯漢 他這一集臉已經寬了 對 可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這一集的時候 格魯特完全沒什麼賣謀 可是前兩集都有 對喔 就 他這一集 他這一集已經 已經不是謀了 我發現他這一集最邊緣就是格魯特 沒什麼 欸沒有欸 這一集格魯特也是有做很多事情 他在基本上 基本上戰力輸出好不好 對 還可以飛欸 還可以飛欸 我說如果是以劇情跟情感面 再講 對好 哥魯特的交流好像很少 他只有 他只有打架而已 對啊 大批 好像沒有什麼參與 然後 剛才你們不是說那個笑點部分 我是覺得很好笑 而且我 我看那一場 笑聲也不斷啦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的笑點那麼 那麼高 沒有沒有悶 沒有悶 沒有悶 我也覺得很好笑 那基本上就是你去的場子本身其他的有沒有在笑 有 也有在笑 也有在笑 我有 我的 我身邊 我右邊笑得 我左邊笑得很開心 欸 有一位跟我一樣的 你剛剛說那個 沙發很尷尬的那一段我也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很好笑 然後 開門的那一段 開門的那一段 我一開始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看不懂 我是覺得很尷尬 為什麼那段要那麼久 然後看懂 欸 欸 演完的時候我才知道 我原來那段是故意要搞笑 然後 我覺得 那個 欸你們都沒有講到那個什麼 至高智慧 是嗎 那個 那是這樣子 自高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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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說那個 機器戰警 對對對 對我覺得 我覺得他就 其實蠻強的 可是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在裡面 裡面沒有什麼發揮 我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 他這個角色又塑造的 很可愛 很可愛 我覺得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 哄得很好喔 很好笑 對啊 沒有他這一部我覺得 他壓迫感蠻大的啊 就是 演壞人演的成功 應該說 應該說我覺得 這集 我覺得這部裡面好像沒有什麼角色是正常的 有了 欸 真的這部片子 聖機器工隊哪個角色正常過 有啦 又不拉啦 我覺得裡面 裡面沒有任何一個角色是像那個什麼 那個 鋼田或是美國隊長或是 那個奇異博士是那種 很聰明或神經質的那種 沒有啦這風格本來就不是這樣子啊 每個角色都是那種很 很刮燥或是很嗆的那種 是啊 我看完之後我想 我覺得 會很有趣 然後我覺得 我覺得難怪那個什麼 一開始那個什麼 至高智慧那個網啊 一出來就很狼狽 對 可是我覺得 很匪夷所思的就是 為什麼 他不是有很多很多人嗎這樣子 然後 什麼 為了節省成本所以完全都沒有 然後也 不是第二集會會有人 幫他鋪個什麼地墊出來嗎 然後也沒有 嗯 你說的是阿依莎啦 我搞錯了 對啊 那個高智慧啦 然後 對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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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血跡裡面 然後鋪到一半來卡住的那個啊 講的是至高族吧 他說是至高族啦 是阿依莎跟那個 亞當素士 我聽到有人說 不太喜歡這一集 是因為 亞當素士被浪費掉了 對沒有錯了 對啊 他在這部片裡面 大概一開始出場之後 然後接下來 中間就大概就只有耍笨的時候 然後到最後一刻 因為我聽到很多人喜歡亞當素士 然後 然後這一集 他一直在耍寶 然後就 有些人不喜歡就是因為這一點 喔 好吧 沒有 我就覺得 就是沒有感覺 就是大多人都不太熟 但光是選角是選這個人就知道他應該是被抓來刷寶的啊 而且我一開始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那個角色出場的時候 然後他以很好笑的方式去安排 我就覺得這個角色注定就是一個邊緣化的角色 因為通常在一個就是戰力裡面都不是很強的一個部件裡面如果有突然出現一個很強的角色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邊緣化的東西 如果以過去的經驗來看的話 你是說太早出來的話他就不強了是不是 不是 應該是說 如果大家平均單一都很爛 然後出現一個很強的人的話 那代表說他 在這部電影裡面肯定會被緣化 如果是以一個編劇的立場去想的話 要不然這麼強要怎麼寫 對不對 喔 你現在是說那個 正義聯盟裡面一樣超人又多就出了 對啊對啊對啊 這個道理 要不然那麼強 根本相當不用玩啦 我覺得他在一開始的時候感覺起來就是只是比星際公共隊的 所有成員都略強 的狀態 就一對一都打不贏他 這樣子啊 我覺得 跟我感覺 有點像是那種 以前 吵唸的那種感覺 有嗎 沒有啊對方打他也有辦法把他打的趴在地上或幹嘛的啊 可是我覺得很明顯是被壓制住了 爸爸被壓制住了 看起來 表現得像小孩嗎 感覺起來就是有點那個媽媽罵他他就有點不高興了 對啊 因為亞當樹這個能力很強 但是他沒有他自控的聯絡 因為他就是剛出生的小孩 他有講的是早產兒啊 還沒成熟就會 被印抓出來 然後 我覺得那個什麼 你們你們有講到反派嗎 剛才是喔 你剛才不是在講了吧 你剛才不是在講了吧 喔我沒有沒什麼聽嘛 反正我覺得 你這個氣爆了 這個反派我覺得塑造的 是最好的 第四第五階段最好的 蛤 你們先聽我解釋 你們先聽我解釋 因為 我覺得最好的 是說他有動機 然後有看到 有讓我很討厭他 然後第三點是 他的那個 退場是 不是載了他 是讓他羞辱的感覺 羞辱他 對 然後 他的 心境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因為 一個被他衝造出來的生命比他要聰明 所以他覺得嫉妒 可是他沒有看過 他沒有看過普洛米歇斯跟侏羅紀公園的話 他一定不會這樣做 我覺得 我其實能理解那個反派 因為他是在不爽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做出他來的 沒有 因為 這個故事到最後其實講的 你想要控制 但是事實上在你控制之外的人 才竟然才會製造 才會冒出比你 你沒你成果之外的那種東西 就很像普洛米歇斯那概念的 所以他的生氣的點是說這東西為什麼不是他做出來的 而且是竟然是不可預測的 你怎麼突然就冒出來了 對啊 Alright 對啊對啊 然後 我其實覺得 都很合理 然後剛才我終於想到 他旁邊兩個那個 旁邊那個胖胖的那個像誰 就是製作裡面的奈德啊 我覺得很像耶 我覺得像19號 你知道嗎 不是 也有像19號 明明是金正恩 後來我覺得很像那個奈德 也不知道你們覺得有沒有像他 沒那麼像 因為他眼睛 他有點禿頭跟那個 奈德的那個 好像是有頭髮的關係 對 那個皮膚比較棕吧 比較偏棕色 好吧 Alright 今天很像 然後 相對像 對 相對起來像 我覺得差不多這樣子啦 可是我 可是我在 我就想要靠杯 我就想要靠杯 他們就可以做得更好的 的部分 就是 就是沒有 應該說 以前的電影 嗯 就說 就說比如說那個什麼 世代傳承啊 我覺得 以前那個黑豹可以做得更好 他們 他們這一次 的那個傳承 我覺得就很感動到我 可是黑豹家裡真的死人啦 對 黑豹真的有條件限制 那個 晚雄 他這集 畫了那麼多篇幅 講他的過去 跟讓我們可以體育他的感覺 嗯 讓我們可以工作他的情緒 那 為什麼那個魔鬼 我們完全不會在乎 然後也不會 也不會讓我覺得 任何人感傷 因為你比較喜歡動物 比起黑人你比較喜歡動物啊 可是我覺得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講有點地獄 你知道嗎 很簡單 因為黑豹 因為晚雄有毛 你知道嗎 就是毛融融的 然後眼睛水汪汪 對我們黑 黑豹雖然名為黑豹 卻沒有毛 對 他是個黑人 畢竟你家有 比較有機會 有養毛小孩 卻不會在家裡面養一個黑人 這樣講有點更地獄 他把他養黑奴啊 好過分喔 好吧 你們家不用種煉花 幹 但我譬如那個 常常都有小孩子嘛 我覺得他也比那個雷神4處理的更好啊 就是常常都知道 就有一群小孩子的部分 那 為什麼 我覺得 他把雷神把能力分給其他人 然後這樣去打 我覺得很浪費 我覺得 設計那個 德克斯 然後 同時可以說到他這個人的個性 然後可以解救小孩子 然後又可以去 照顧到其他人 我覺得這點就處理得比雷神4還要更好 不會那麼的平行事 然後 最後就是 以言三的部分 嘆氣了 嘆氣了 喔那個 熊寶嘆氣了 喔這跟我們那個 降太壽視裡面拍手的小孩子一樣的道理 是吧 通常都有 通常都是 運告片 運告片有然後死掉 結果 結果呢 看完就讓我超生氣 就完全 就根本就運告片 然後 這集算沒有死人 可是 就很明顯那個氛圍有出來 然後有有有有讓我 騙到我這樣子 騙到你 對 騙到我 騙到你 對 我感覺是 他要走 可是又沒有 可是那個 以言三就完全就是 沒什麼好說的 就是 沒什麼好說的 以言三你覺得要死誰啊 我要死那個啊 女兒啊 女兒 不太可能吧 我說以言三我想要死的是 他女兒 不太可能啊 我希望好不好 我希望 我真是覺得他女兒花瓶 然後其他 女兒是花瓶 那花瓶有存在的必要啊 你難道不想要看到賞心悅目的一個女生在那邊嗎 沒有 可是我比較想要看到好的故事 好的角色 他們可以存在 他們可以並存 不需要那個 什麼 故事 我太生氣了 太生氣 可能是說 我覺得 嗯 我本來我在看的時候 我以為 會 依循過去星期一公對一 葛摩拉跟那個星爵的故事線 結果他這集並沒有強迫 去重複演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點很不錯 你已經 過去在看 你已經看膩了 所以不想要再看這兩個 過去在看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說什麼失去機 什麼挖鉤的 然後說完命關頭 那什麼第幾集 不是叫我這樣失憶 然後 到最後還沒幹傻小 然後就突然回來了 突然 對 我就覺得 這點很不錯 沒有強迫 然後反而 讓他有個新的故事可以走完 嗯 對 然後 可是不是說 不同宇宙的人 然後到這個宇宙的話 會引起 宇宙對撞之類的嗎 我不知道 有這件事嗎 有喔 那是平行世界 對 那是平行世界 啊這個 那這個是 時間不同 那是同一個 或是不同的宇宙 會引起什麼 宇宙對撞之類的 其實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是同一條 時間線上的人 他們是同一條 時間線上的 他只是 他只是同樣的 就是 你一定要想像一下 就是 你 熊寶 不是不同宇宙嗎 不是不同的 是同一條宇宙 時間可以前後跑 但是你不可以往左右跑到隔壁宇宙去 嗯 喔是喔 對 他們的設定就這樣子玩啊 你 你去打他 不爽去打他 他們設定就這樣子搞啊 嗯 喔 所以 就是二格摩拉是過去的格摩拉 他們是同一條時間線上面的 但是你說的是 你說的是像是那個 洛基內格的話 那個不一樣 洛基內格的話 他是從 他是不同的 那個 平行宇宙 是不同的變體 那是不一樣 所以從不同時間才可以這樣 不同的宇宙 你要想像是 不同的空間 另一個空間 嗯 嗯 那 那我差不多講完了 喔 喔 來 台柱講完 喔還有誰 台柱講完還有什麼可以講嗎 雞塊 嗯 應該前面講的差不多 我講一下就是 因為 就是 看之前就是被評價的很高 所以我覺得 我可能有點期待太高 所以就覺得 就 真的正常發揮而已 正常發揮 然後 大家都說這個 晚雄的故事很感人 會讓人想哭 但是我覺得 真的就是這 有點 期待太高 所以說 雖然真的很棒 但是我覺得 真的沒有感動到我 反而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 反地球人比較可憐 喔 車子被 喔 因為被殺光 賣了冰毒給那個什麼 蟑螂頭 然後就把星球炸掉 對啊 就是 反正不符合你的要求 就全部都殺了 對 就因為一個 章 那個章魚 然後賣那個冰毒 就把這個球炸掉 而且要講一下 這次又是星爵的鍋 你想想如果星爵不去嗆 至高 至高進化 也許他們不會這樣子 就跟上一次那個 你看星爵一拳揍下去 讓全宇宙 一半的人不見了 這次一句 這次一句話 那就整個星爵的人 全部吃了 你也要一個星爵啦 雷包啊 雷包 我想說那個 我感覺 這個居民還蠻友善的 居民蠻友善的啊 居民都還會帶他送他進去 然後車子還給他隨便開 我那個車子被他這樣子弄 我就覺得一般人應該受不了啊 對不對 那結果 這個那個什麼 那個上班族就真的給他開了 因為這個星爵的人還算是友善 雖然在路上有遇到有那個 在霸凌的事件啊 對不對 有在那個什麼 街頭然後 好像有在那邊搶劫啊 幹嘛 然後他們還評論一下說 這就是所謂的完美的世界嗎 那不是跟差不多嗎 對不對 好吧 還有吧 沒有 前面人講的差不多啦 前面人講的差不多 好吧 還有誰 那我來講一下 布萊恩來講一下 你要講 抗完 那你講你講 你講我再講 你講我再講 這部看完 有點 五味雜陳 你知道嗎 又 覺得 很好看 可是又有點感傷 我們的 剛恩畢業主 剛恩畢業主 他就離開 漫威 然後 跑去 DC 然後 我覺得他 算把這三部 去做一個 還算不錯的結束 對啊 因為我 其實 這三部我都還蠻喜歡 不過我 如果我要找最喜歡我還是比較喜歡第二集 因為我覺得 第二集最後 強 強在他最後那個 那個後勁就是 勇度犧牲的 那個部分 然後 又對照到 星爵他父親跟他的 那種關係 我覺得他做得很棒 那這一集的話 我覺得 剛才計劃哥講 就是 因為 他一開始就很擺明了 就是 要把那個 萬雄的故事 有點 刻意要 把你的情緒拉起來 反而我覺得 還好 雖然我覺得 算還不錯 講還不錯 就把他的一些心路歷程 為什麼他會形成這樣 孤僻的科興 然後還有一些他朋友的遭遇 講得還蠻清楚 然後 只是說 因為我 剛才講 前面有 勇度犧牲 的那個 前車之間 應該說是例子 然後後面 你在玩這個的話 對我 稍微來講 感動程度 有 可是 沒有上 上次那麼驚豔 那 整體來看 我覺得他 這次表現 就是 有恢復 到 漫威前面的水準 應該就說 對 剛恩來講 他就 前面 大家講 覺得就是 有維持他的水準 但沒有到 真的特別 玩到 很兇 但我覺得是 相對他在第1期的表現的話 他算 比較 就是 中規中決 但我覺得應該 也是受限於漫威的關係 畢竟 這是一部 迪士尼發行電影 看那個 基米說他很擔心說有沒有人 掛掉啊 會死很多人 放棄 結果被死 對 我也想說 怎麼不演的應該會死 看到那個 迪士尼發行的時候 我就 講 不可能讓他 玩那麼兇 但是他還是會製造一些 刻意製造一些訓練 比如說 前面有講 讓一些 角色在關鍵時刻 可能會 受重傷 那你會覺得 他是不是可能 會 掛掉 製造比較大的危機感 甚至 只是最後 沒有 沒有掛掉 因為中間 不只是說 德克斯 他有 被 砲打到 受重傷 中間不是有一段 內部也打到吐血 嗯 喔 對啊 我覺得 內部他吐血 我還比較緊張一點 然後 我覺得 這部整體我覺得不錯 但是 我覺得他還是 有一些 缺點 我覺得 反派的話 還是 我覺得塑造的 不夠 深刻 應該說他前面 他鋪成 前面剛出現的時候 壓迫感比較重 對 可是我覺得到後面 越來越弱掉 尤其到最後 BOSS戰的時候 你會覺得 這個傢伙的 能力 跟他野心 有點 配不上來 然後他最後 是BOSS戰 我覺得 讓 星際異攻隊整個去暴揍他 最後只是 一個 情緒的宣洩 因為 他前面把 火箭整個的慘 讓大家 圍毆他 然後 讓他 大家發洩下 密集 可是 如果以動作場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 沒有處理得很好 反而是前面 有沒有 在那個走廊 一個 狹小的通道裡面 然後 星際異攻隊 對上一整群 地獄戰隊 那段 我覺得 應該是整部電影裡面 我覺得打得最爽 因為他有 發 就是 星際異攻隊 裡面所有的角色都有參與 打鬥 然後把每個人的 打鬥 發揮 風格發揮到極大 然後可是中間又有 互相 Cover 然後互相 軟替 交替的 打鬥戲 然後他有一些旋轉鏡頭 就要上配合慢動作 然後又有一些很強的 東西 比如說打人家下體 或者是墊人家 對 然後我也覺得 他把他的 黑色幽默 跟那個 動作系 把他融合得算不錯 然後 這 雖然是近期 範圍的那個動作系裡面 我覺得 這個算最精彩 對不對 少數能夠比得上這種的 我會聯想到 跟 這個比較像的 可能就是 那個金牌德爾武 第一集那個教堂打鬥戲 有點 有點類似 他也是用很多那種 慢動作 然後旋轉鏡頭 的東西 只是 這部的話 是更強調 他們團隊的一些 個人合作的 方式跟 個人特點 然後把腳 夾在中間做得很好 對吧 所以反而我覺得 BOSS戰相對 就比較弱掉 而且那個角色 雖然一開始壓迫感很重 但是我會覺得 他就很 樣反化 就是很傳統那種 瘋狂科學家 因為他就是 會思考 對 他之後一種情緒 就是歇斯底里的感覺 他 幾乎沒有太大 其他的 情緒 就是 就消消消的感覺而已 但是我覺得 到後面好像 有點弱掉 就是 我覺得好像 漫威 的地 好像到最後 為了繼續需要 都會把 那個 角色 反派角色 最後有點小弱掉 不然他一開始是能夠 屌滅 那個 雅當 屬斯 雖然雅當屬斯 那時候 也是有點受傷 可是 以能力來講的話 雅當 受勢 也算很強 可是他可以 輕易屌滅 得到最後 他最後 POSE 卻有點 輕易被幹掉 但我覺得 稍嫌可惜 但我覺得 主要是因為 這部 他把重心擺在 英雄們的 角色上 我覺得他是比較 就是英雄的故事線 寫得比較好 所以相對來講 反派的角色 雖然我覺得 他沒有比到很深刻 但我覺得 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 我覺得他 主要還是 讓那個星際衣工隊 他們的 護士線 做一個 蠻不錯的 收尾 那我會覺得 像葛摩拉的 跟星爵的 那個 護士線 我覺得 收尾 不錯 剛才前面 你們講 他 沒有硬要 他 讓那個兩個人 湊合在一起 只是說 讓星爵 選擇放下 然後 星爵回去地球 找他 然後 狗摩拉就跟著 那個 破壞者 他們一群人 就跟 史特隆 他們一起 找到另外 屬於他 不會說 我覺得這樣安排也不 不錯 然後也不會 落入屬套 然後 也不會重複 把之前 舊的 狗摩拉的故事 再重演一次 我覺得不錯 然後 像 這集 滅布拉 我會覺得 他是不是也開始跟 星爵 有一點愛意 愛意 我看了 愛意 而且 我覺得他 不是 這後來 不是有 一開始 狗摩拉沒有出現 但是有出現 是因為 那個 涅布拉 就是 暗中 聯絡他 對 他 給的理由是說 他給他10萬 的那個上街 那我覺得 他是為了要 那個 就是為了星爵 所以他 可以找 狗摩拉來 但是我覺得他這樣做 就是 就是 覺得他其實已經有點 喜歡上星爵 所以想為他做點事的那種感覺 在那場電梯的戲 其實 你不覺得這個 涅布拉就很哀怨吧 那一段他講的基本 那個他漏掉許多重大學 但基本上沒錯 但是我覺得他講那個話呢 有一點像是一個 女生悠悠的說出來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基本上這個女生事實上 可是我覺得狗摩拉有看出來啊 對啊所以狗摩拉就說 你們你幹嘛不跟他在一塊 對不對 所以他就在那邊 閉嘴啊 他害羞了好不好 是被識破了 見小不生氣的感覺啊 對啊 然後結果沒想到星爵還接招 你眼睛很漂亮 幹 完蛋了那個什麼 涅布拉 要臉紅了 慘了 然後 對啊 然後涅布拉這次的打鬥戲也很帥氣 就是前面有講他有一些機甲合體的那個東西 真的很 朝向鋼鐵人 漫威開始懷念鋼鐵人 因為他的很多 他的那個技術基本上是鋼鐵人技術啊 不要忘記他 跟鋼鐵人可能在 星空當中 獨自生活了很正 很一段時間 我都覺得這個鋼鐵人 你知道 大概是第一次開 大家可能是第一個感覺到涅布拉死人是個好女人的 第一個男人 因為他裡面 那個終局在一開始就有講啊 說我的夥伴事實上意外的意外的那個什麼細心 他在照顧他的時候 好吧 OK 沒有他本來 涅布拉在這 在他們團隊裡面 本來就是 大幾頭 然後 就是 負責 對不對 唯一的理智人感覺 對啊唯一的理智 然後會 黃豬 指揮他們的人 對啊 然後 這集 格魯特 他是作戰 哇 真的 極有難當 而且 很多地方都善用他的一些特性 比如說 他的樹枝可以藏一些東西 然後 樹枝還可以延展 跳下去還可以變成滑翔意 這樣飛行 對啊 那邊是還蠻出人意料的 就是 沒想到那個什麼 我們樹人戰力這麼強 他之前 之前感覺起來好像只是力氣很大而已 結果沒想到那個什麼 這一次還有很多的別的東西 他還可以變形 啊 他不是還可以變成進化版的 怪獸魔術 怪獸魔術 最後呢 也給他一句 跟之前不一樣的台詞 剛才有講的 I love you guys 就是讓大家 終於聽到他有不一樣的台詞 知道他 發自內心要講什麼 我就覺得設計還算不錯 然後 還好沒有講Family 不要 千萬不要 這樣太low了 然後 德克斯 就是 就是 還是一貫傻大個 但是 這部 有點刻意 就是讓他看到那群小孩子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失去家庭的一個 爸爸啊 他第一集的時候他全家被殺了 所以他變成一個復仇者 那 但是他到第三集終於 出現一群小孩子 結果他是最能夠跟小孩子溝通的人 對對對 因為他當過父親 應該是 當過父親 那你還拿球砸人家小孩 那你根本就是 你根本就是 不喜歡人家家小孩嘛 好吧 然後遇到 那一群 啾啾主任的小孩 一群銀色頭髮的小孩 讓我想到我以前小時候看了一部 恐怖片 魔童春 我們那時候就 那是後來翻拍的版本 他早期 舊版叫魔童春 我玩鋼恩 我很喜歡偷渡 他自己喜歡的一些東西 鋼恩他基本上 他早期像撕裂人 也是那種科幻恐怖片 起家的 包括 你也有講到 國人神癡劇本也大型 他其實就很愛 玩這種 科幻 恐怖裂器的東西 他在星期一共對裡面已經 算相當 相對節制 這部 你說真的裂節大概就是 前面潛行到那個奇怪的星球 人體器官 好像某種腸子之類的 感覺起來好像是哪個什麼肛門什麼 從那邊進去 其次就是那個 至高進化 他被剝臉皮 然後露出那個 血肉模糊的臉 稍微有點 業期 但是我其實覺得其他的 相對比較解釋 他反而是用色 就是比較繽紛 然後 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 這部電影 在台灣 相對有個 麻煩 就是他講很多 笑料或者在地文化的梗 我覺得台灣人不一定能吃得到 剛剛有問熊寶說 認不認識派驅客死為之 我就知道 他不曉得 當然不會知道派驅客死為之 可是我們小時候的東西 年紀不夠 除了機器戰警外 應該一般人都 還有 沒有 但是這本來 科幻 喜劇片本來就非常吃在地文化 那 剛恩他的東西本來就是非常美式文化的東西 而且他 並不是 並不會特別 令人奇怪 對啊 然後最後那個 國境晚雄 拿到那張照片 加油 對啊 那也是我小時候看著 哎呦 加油 阿富 對 可是現在年輕人應該也不曉得那東西 我又覺得很可惜 因為 可能現在 弄這個其實基本上 他最大針對的一定是美 美系的觀眾 美國的 懷舊梗 對啊 對啊 但是我要說句老實話 我覺得在亞洲台灣已經是很美式的國家 我就不相信 星際異攻對三 如果他去中國上映 是有多少人能夠接到派驅克時為之這個梗 很難啦 一定會有人去翻啦 然後去 如數加珍啦 然後或者是去做功課啊 但我老實說啦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 你去做很多的功課不代表你接得到這個梗 你知道嗎 像那一天我不是我才 我不是看完那個新星期爭霸戰壁凱第3季 很開心 後面那個畫面 然後就開始把 我就 把那段畫面那個什麼 分享給 很多人看 這樣 就陳佑 有回我說 我有看啊 但是為什麼我接不到那個梗 然後我的回答是說 你當然接不到啊 我10歲看這個東西跟你 前一個月然後才去做功課 知道有這個東西是不一樣的 你知道嗎 那個情懷 情懷不會因為你 做功課而擁有 你知道嗎 你 你只會因為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你不會笑 你知道嗎 因為很多東西 是讓你當年親身體驗過 你才會有真正的情懷 對 還有時間的那個醞釀啦 也會不會 因為 時間 拖了越久 就是那個情懷更才會越深 對啊 然後 這部片 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 我不曉得 算 算問題嗎 這是亞當術士的部分 我覺得如果是 心懷期望 然後 尤其是那種 漫畫原住民 看到亞當術士在這部片的 表現 不曉得該哭還該笑 因為很顯然 他就讓他變成 比較醜角 比較喜劇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討厭 這一部就是因為亞當術士 我只能說 但我只能說你如果常看剛剛的電影 他會這樣子一點不奇怪啊 他怎麼可能會讓一個角色 正經八百的從頭威到尾 通常最威的角色到最後都會有很蠢的事情發生 他應該很笨啊 或是什麼 就像第一集的那個羅南亞 控訴者羅南 蛤?蛤? 最後結果 蛤? 可是如然相對來講 已經算比較震驚發白 然後沒有出什麼 太大疲漏的角色 他們 比較沒有那麼強 他頂多只是 不曉得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那種感覺而已 對吧 所以 不過亞當術士雖然說 可能大家覺得稍嫌可惜 但是我覺得他裡面 幾場那個動作戲 還表現不錯 尤其是 他飛來飛去的感覺 很有DC超人的那種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看 剛恩你是不是偷偷 拿這個來練招 是嗎 後面要拍超人 對他以後要拍超人 因為他在這邊 亞當術士飛行的畫面 我覺得他有點 他有點把他扭曲 就是用透視模式 所以他的臉有點被變形 然後要讓數字飛行的那個畫面 對啊 對這個跟之前的那個什麼 你看查克時代的讓超人飛行的那個樣子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他 風格可能搞到超人的 有可能 會變得 像 亞當術士這種風 對 亞當術士的行為基本上是弱化版超人 對 對 好啊 既然 他已經去了 我只是希望 祝福 然後把 VC搞好一點 對啦 基本上我覺得到目前為止看 星際異攻對3 的感想是 他基本上 我覺得剛恩啊 他 這幾年來在社群上面其實有一點點那個弄巧成拙 就是 但是詹姆斯剛恩事實上其實他在他自己玩社群起家的 他在推特上面常常會講一些有的有的沒有的話對不對 那個是他在早 就是亂講話才被 對但是在 這是在政治正確風潮開始出現之前 他其實 是一個很喜歡玩社群的人 就他會在推特上面講話或是幹嘛 對但是 我說他弄巧成拙就是 當他後來在政治正確 興起然後被弄以後的 我其實覺得剛恩 的個性是有點 我吃軟不吃一吃硬的 所以當你看到他在DC當DC Studio的那個什麼 CEO的時候 有人會在他的推特上面講話說他會反存相機 對所以當他反存相機的時候 就引起很大的怨恨 所以我才說事實上他 他雖然是玩社群起家但是他在做這件在社群處理上面事實上 他的公關事實上是 有點弄巧成拙 而且最近常常都是因為這樣子 可能反而讓DC的一些內容那個什麼 我有時候都覺得DC的問題不是電影的問題 而是他他在社群上面搞到 可能大家對於電影本身失去興趣 像我們之前不是在提那個 沙戰2 沙戰2我老實說我其實覺得以電影本身來講他也不是多麼不好的電影 但是問題是 你 這個東西之前你先 弄出來說你 讓超人 不會有超人 然後那個蝙蝠俠也不會出現 那也就是說查克史奈特那條線就整個會沒有 那我為什麼要去看沙戰 那種感覺就真的有一種 好像是孤兒的感覺 所以其實基本上這些都是社群上面跟你的那個什麼 在記者會上面跟人家講出來的透露訊息 讓這一部片 突然間顯得前景非常弱 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上他可能跟 巨石強森跟他在有內鬥問題 然後這些東西全部都被丟到牌面上面 所以這種感覺其實上會讓大家對於你這部你你的電影的那個之後的作品的前景 不好然後再加上他在這件事情上面有累積一些 黑頭 對查克的粉會會討厭他嗎 巨石強森的粉也會討厭他嗎 所以他基本上就進入了父輩受敵的狀態 所以你看到他前一陣子那支預告片那個藍甲蟲的預告片 因為導演在裡面 提到那個少讓演員講說讓角色講說 蝙蝠俠是個納粹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 大家炎上他 所以這些其實是我覺得有點是他自己在公關上面做失敗 但是剛恩呢 他拍電影 還是不錯的 我只能說他 他做這個早回過頭因為最近關於他的消息都 都是不好的事情 對那可是看 星系用最三你就就發現說 他你 你不要去講話你去拍電影可能就還比較 是比較好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跟凱文貝吉個性不一樣 凱文貝吉是 比較 個性比較圓融 對啊 凱文貝吉你每次看到他採訪什麼 他是不是都會讓你覺得 那個 很多人都很喜歡丟一些非常極端的問題給他 什麼什麼都會被拍啊 然後你接下來有沒有要跟李安合作 很多人都喜歡問他這種很極端的問題 馬丁史柯西斯說 那個什麼 電影是那個 是主題樂園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你只要看到 凱文貝吉講話 比如講會被跟李安合作說 我們那個時候都 保持高度的可能性 有沒有很政治人物的發言 對 什麼都可以講 什麼都有機會 對不對 都不得罪 都不得罪吧 因為凱文貝吉以製作 他是以製片 為主的人 但是 你可以從 跟鋼恩鋼恩事實上挺傲的 你知道 對所以 他挺有傲氣的 所以 我還記得裡面那個什麼推特裡面有一段就是 很明顯他講話是蠻臭的 像 有人在他 推特下面 聊說 bro 那個什麼我很想念 我很想念那個什麼 超人 那個那個 那個超人的演員叫什麼 那個亨利卡維爾 對我很 我很想念亨利卡維爾 然後結果詹姆斯剛剛在那邊 下面回頭他還活著啊 你知道嗎 就這個明顯就是 他就是要跟人家吵架嗎 你知道嗎 對 好嗎 個性 因為他本來就是諷刺 他本來就是寫諷刺文學 出身的那種 編劇嗎 你知道嗎 所以他 他可能寫了這句話他也覺得自己很幽默 你知道嗎 好吧 不知不覺就會得罪人 對 他就是這樣子得罪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被嗆了 以後嗎 超不爽的 然後接下來 他也不會跟你 他也不會跟你正面對決 他也不會跟你face off 對不對 他就來給你來陰的啊 他就弄你啊 對不對 好吧 難怪 難怪星爵在裡面堅持要跟人家face off 好吧 Alright 來那個什麼 所以不然要講完了 Alright 瑪大不是說要講 對啊 等瑪大 瑪大 瑪大還活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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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大還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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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活到明天晚上7點左右 因為我一直在趕工 因為我還要準備台中新三日的東西啊 所以我預計到明天 晚上 明天7點之前我應該都還不會睡覺 對啊 所以我跟你們不一樣好不好 你們是 你是直播完就可以睡覺了 我沒得睡 對啊 好吧 這就是身為馬可多可怕的地方 馬可多一個禮拜不睡 只為了推廣某樣東西 然後馬可多可以為了要送演員光劍 花十幾二十萬飛到英國 而且還可能送不到 因為這一次的規定非常嚴格 我跟你講 我其實啊 因為這一次的那個簽名的規則 跟上次日本是同一間 所以我已經有打算就是說 因為最嚴格可能什麼東西 就是身上不能帶任何東西 所以我根本送不了光劍 所以我在把那個對 這一次 規矩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我有可能這一次去英國 還有可能送不成 因為 簽名公司同一間 所以啦 我後來把所有的票 全部退成了 簽名票 怎麼樣你知道嗎 簽名我一定可以帶光劍進去嘛 對不對我最多怎麼樣 我就是我要 我跟工作人員講說我要簽光劍 他一定讓我帶光劍嘛 然後簽完光劍 怎麼送給演員我就回來了 就我不會拿任何東西走就對了 只是為了把光劍送到演員手上 對啊 反正 哎呀那個 我是一個為了目標 可以一直不停的努力 努力到最後一刻不放棄的那種人 這是我的習慣 竟然是聽天命嘛 我們回到那個 司機公隊 你們都沒有講到一個 我很care的一個點 我覺得這一次的台詞啊 寫得非常的好 這一次的劇本的台詞寫得非常好 我非常喜歡 新機公隊們的成員在吵架的畫面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們在吵的時候都可以 直針對對方的 缺點講得很清楚 可是講完之後你又發現他們 是愛彼此的 你知道嗎 我好 這一次他們的吵架 吵到後面先笑 然後就哭了 這一次的台詞很低 可是又很好笑又很溫馨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我最喜歡這一部的原因 因為他們是家人 他們真的是家人 所以 可以 知道彼此的缺點 可以真心在吵 你可以真心在罵對方 但是他們也是真心愛對方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一部的原因 這一部 我想想大概哭了四次左右吧 因為我 第一 我有在養寵物嘛 然後我本身也在做 流浪動物公益活動嘛對不對 所以看到那些小動物被拿去做各種實驗的時候 其實心是蠻痛的 對啊 心是蠻痛的 然後 剛剛又很賤的就是用這些小動物來挑動我們脆弱的心 你知道嗎 然後又給他們配上很多人性 就是 這些可愛的小動物然後被 做上這樣子的實驗之後 他們還依然保持的天生 哇有朋友真好 哇吵他媽的 越想越覺得心酸 你知道嗎 他們都被搞成這樣子的 然後還在想說 他們會帶我們去 那個天堂什麼什麼之類的 哇吵他媽的 小動物真的是 天真可 天真可愛的好難過 所以我真的是 這一次光 我只能說他們剛剛真的很賤 賤翻 角色是沒死啦 只講角色主要是沒死沒錯啦 那他媽死一堆新角色那些角色 讓我們很有感覺 我覺得他真的很賤 很厲害 我講很賤之華戰 他媽的有夠賤 你可以把人家的情緒玩弄成這樣子 對啊 他們是剛剛實在是很厲害 你知道嗎 你看 真的 這一部沒有一個主要角色死掉 都沒有嘛對不對 但是 卻可以讓我 賺到我的 一波一波又一波的熱淚 而且不只角色死掉 還有他們在本身 吵架 例如說那個 唐當女跟德克在吵架的時候 有沒有 然後唐當女就說 我不想要再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 德克說 所以你真的覺得我很蠢嗎 然後 那個唐當女說對 我真的覺得你很蠢 他的確很蠢沒錯 但是 他可以立刻讓德克是忘掉那個他罵他的字 忘記他 有沒有 所以你 你知道其實他在這邊真的做了很多 很多小動作 為了維護家人之間的和諧 就像我們真的在家人一樣 像我們時候 真的在跟家人吵架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彼此是在彼此的 但是我們就很難去忽略 彼此對彼此的傷害 所以唐當女就是用了 那個他可以讓他遺忘還有是各種情緒的東西安撫人家 然後他最後也終於覺得他厭倦了就是一直在去安撫德克斯或是對家人的一些情緒 所以他決定離開 帶著他的三個新的小寵物 小寵物 很特殊的小寵物 然後離開了那個 經濟工隊去做自己的故事 而且其實唐當女在漫畫原作中是一個武術高手 但是因為在一二集其實都沒什麼寫出來 他這一次有後有一個徹底 對 這次唐當女的武術感覺突然變得很高起來 沒有 那是要回歸原始設定 對啊 所以 你們大家都沒有講到這一次的台詞 其實這次的劇本其實寫得非常的 對我來講 以我來講我覺得寫得非常的好 因為 他的確直擊到我內心的 內心的深深深的傷痛處 你去說 應該講 我跟我家人之間問題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看過很多故事 我也經歷過很多故事 所以我知道 一個家庭要和諧 需要經歷過多少的苦難 甚至要有多少的犧牲 我對這種東西很容易去共情 你知道嗎 所以這一次為什麼我看這一部的時候 我可以笑得這麼大聲 也可以哭得這麼用力 然後眼淚一波一波流下來 所以 扣掉說 雖然有人覺得 有人可能給不到這些點 所以他覺得這部可能很平庸 因為你看 要死人沒死人 死人都是一些新角色 那是因為你沒有對那些角色有共情 當你對那些角色有共情的時候 你就像我一樣 哭得稀里花啦 不只角色死亡 還有他們彼此的爭鬥 甚至 反正 這部我說實在 一二三期來講 我覺得第三期是最棒的 因為他有給大家一個很棒的收尾 而且是很爭切的收尾 他們不是說 很歡樂的打贏 然後很歡樂的急速 他們是 在 爭鬥中 爭吵中 彼此還在怨對方 但是一邊怨對方 一邊願意把背後交給對方 有沒有 他們邊吵架邊執行任務 他們執行任務的過程還可以完全無縫接軌 他們只要一個點頭 一個動作 就知道彼此要做什麼 去配合彼此 超完美的 你知道嗎 一邊吵 一邊罵 一邊幹 一邊把動作 一邊跟對方的動作 配合的天衣無縫 哇操 他們真的是一個很棒的 team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新機攻隊會有越來越多人加入他們 你看你加入他們 他們會收留你 然後有問題會幫你解決 而且真的幫你當朋友幹 幫你當夥伴幹 這也是為什麼葛摩拉加進來 一直無法理解 為什麼 為什麼要對一隻晚熊下這種功夫 你們有病嗎 這就是友情 這就是家人 你家人不會互相嫌棄 你不會去做各種 你也許會不小心塞到他 但是你塞到他之後 你一定會知道自己這樣做不對的 你會想辦法去 彼補對方 然後對方真的出事情的時候 你會用全力的去提他 這就是我這一部很有感覺的地方 講的講的換件都想哭了 討厭 對啊 完全可以理解 完全好 反正這一部 說真的我很喜歡 非常喜歡 對啊我非常 喜歡第三季給人家的感覺 而且真的台詞又地獄又溫馨又好笑 把我搞得又哭又生氣又好笑 而且 我真的很喜 很佩服說 他在台詞跟演員之間 拿捏的部分 讓你 快笑的時候有沒有 讓你很生氣 讓你生氣快受不了 是又讓你笑 讓你笑完之後 你馬上又想哭了 哇操 我反正我只能說這一部的劇本 這一部的台詞 還有 對於情感而拿捏 我覺得是三部曲裡面最佳 這也是為什麼我能夠理解 剛開始的評價 大家的評價得很好 對啊 但是你後來想一想啦 確實 這一部的易商跑不掉什麼 反派 要去服務劇情 其實他這一集的反派 他加了很多東西進去了 但是說實在話 他確實沒有做到說 這個反派該有壓迫感 因為 資高進化本身就是一個 追求進化物種的東西 他不覺得自己 他說他只想創造更完美的世界 但是他創造世界的時候 他不會去管別人的理想 或別人的感受 這就是他為什麼會這麼可惡的關係 但是說實在話 他的做法 他基本上他在裡面就等同一個 天神的角色 你知道嗎 只是說 他一開始 被形容成像天神 然後是 甚至他在某些主義裡面 他等於神的存在 然後多厲害多厲害 然後創造多少 我忘了 連至高組都是他的創造 結果最後 跟七七公隊打得好像 就新七公隊一隊混混打起來 結果好像 也沒有多 也沒有多厲害的感覺 有沒有 他實際上 因為基本上 MCU的最大的 是他的每一個 反派都被弱化過了 因為 不被弱的話 其實很難 這樣打起來 但是我說 以電影這樣子的分配啊 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 因為 畢竟電影是一個不同的載體 你不能老是用漫畫的東西想 所以你不能老是卡在說啊漫畫裡多強 漫畫裡多厲害 我也是這些東西 那漫畫 你知道為什麼 漫威一直開新宇宙嗎 就是因為把角色寫太強了 他媽不開宇宙不能寫啊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囉 然後我剛剛再補充一點 他們那個動物星球 沒有 我對他來說 哇 普拉克上的劇 跑錯片場了 普拉克上 有沒有 那個那個那個 黑日啊 黑日基本上就是 頭變身 所以都不變嘛 欸 那個我就是 普拉克上的那個 怎樣講 普拉克上 劇組比較有錢的之後有沒有 拍出來的怪人社會就怎麼這樣子 是不是 是不是 你意思說那個反地球那一群 跟那個 假面騎士黑日的那一群 這個什麼 戴頭套的傢伙 對對對 這倒是有道理 人類就是跟人類的文化一樣 就是他 他的模擬是他把 動物強制進化了幾百萬年之後 也就是 在這 他覺得人類是最終進化 所以怎樣都會進化成人類 只是說 他們可能進化時間不夠 就只能卡到這個程度 有沒有 他就會變成說 身體就是人類的 文化是人類的 但是頭還是變成動物 這設定上是這樣子 然後我再補充一些有關於 那個鋼島 因為 你也知道就是這一部 很多 很多他以前的演員都有來嘛 包括和平使者 那個 他老婆 對電話接線線 好熟 他老婆 不過我跟你講他 上次剛剛很棒的印象在說 他沒有把他老婆 表現得多 他老婆最後還被插 被打了一槍出來 急發亂叫 這個我喜歡 然後至高進化的演員就是和平使者裡面的火星人啊 應該是火星人嗎 他有變身嗎 就是有被附身 我不覺得他到底把他做成火星人還是火星獵人 我不是很缺 因為畢竟 他現在第一季而已 他是被附身嗎 啊對啦他是被那個重途附身的 他是比較有 我很忘 我很忘記的 但是他 他兩個都死掉 對對對 我記錯 因為畢竟 你都堆起來太多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要 他是一個不錯的導演 跟他合作過的演員基本上 不會去埋怨他 因為他很故人家 對啊 類似他很棒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想一下 我只能說啦 這一部 是三部裡面我真的很喜歡的 然後如果你們喜歡小動物的人去看的時候 千萬要 要 要把握住你的心臟 因為真的有點痛 對我來講是真的有點痛 是啊 好 那其他 我們什麼地方是你們沒講到我想補充的呢 肉肉星球很棒 我覺得可以 然後 肉肉星球 好啦反正這一部在我來講 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恩 他們的確把 星際公對這個家庭的氛圍做得很好 恩 對阿 齁 好 好 還有 還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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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誰的話 那個時候 今天要結束呢 你不講嗎 我覺得我好像沒有什麼可以講 因為我已經寫了一篇然後告訴大家說 你有愛動物 基本上他很懂得如何那個操作人的那個 內線 對因為基本 我其實覺得那個時候這部片如果沒有火箭晚雄的部分 他他基本上不成立 因為他的其他部分細虐的部分 我一直以來沒有特別的吃他 但是 因為他在感性這個地方的經營的成功所以我就我就覺得哎呀好你這部 不錯 這樣 我突然想到為什麼會想要講火箭晚雄 因為 冬局之戰 我記得他是唯一一個 單獨的 跟星雲一起這樣子不是嗎 他不是拿走人家的手嗎 我補充一下好了 在聖誕節特輯的時候啊 那個 那個 聶布拉 然後大陸他叫星雲嘛對不對 聶布拉送給那個 晚雄的那個火箭的那個是 一隻那個 大騎的手 但是 但是到底是不是大騎的手沒有講 因為並沒有拍出畫面 也許 聶布拉 訂了一隻一樣的給他 然後 去瓦甘達 跟瓦甘達訂製一隻手 我們現在他們那樣感情那麼好 OK的 而且他還有一點 對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那個 晚雄他其實是新機攻隊的創始成員 然後從頭到尾一直在成員裡面 所以這一部劇集也把他弄成了就是 讓他後來變成了新機攻隊的隊長 因為在漫畫裡面他是一直都是元老級的成員 然後再來我再補充一個有關於那個 那個那個GuruT的問題 實際上GuruT他 當時 我們現在看到他這一次感覺變得很大對不對 實際上在原始設定上他 成年之後可以更大 但是他當時會被踢出那個星球的原因 他自己國家的星球的原因是因為 他是 他是成年之後還長不大 所以他等於說在那個 他們種族裡面他其實是 比較 類似侏魯的角色 你知道嗎 只是因為 在我們人類的星球 或是我們比較習慣的大角色他感覺很大 事實上他在他們的星球是沒有很大的 而且他這一次的感覺超像寄生獸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變 什麼都可以長 你知道嗎 功能有多會化 樹枝長很快 因為他在前 一開始被亞當樹是打到剩一顆頭 他還能夠重生 那也是挺厲害的 其實第一場的戰鬥其實做得不錯 就是 打了有來有回有沒 而且 中間其實很多段都把你誰做了中央誰做 好像快死快死快死 啊 難道死德克斯 啊 難道死 聶不拉 對 因為他這一次很強調受傷這件事情 對 就是當他受傷的時候 你還真的會有點緊張說 像德克斯受重傷 他會不會就真的這樣子 起不來了 什麼之類的 嗯 對啊 對 好用了吧 馬上手骨折就直接折毀了 不是他們還有那種那個什麼 聶不拉 這一次有各種醫療的狀態 聶不拉是身體被爛掉以後他還可以再弄回來 因為他畢竟是機器人 對啊 還有聶不拉真的是 發福了好多 我還記得他剛開始的時候他腰好細 現在都已經有小肚肚了 對啊 德克斯才是 德克斯也是啦 這部叫做全 這一次義工隊是全線總大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葛摩拉 葛摩拉變瘦了 葛摩拉不是義工隊啦 葛摩拉變瘦了 葛摩拉斑弱好不好 他那個 拳骨高起來 星爵也變瘦了啦 星爵確實比較瘦 而且沒錯 沒有星爵最後在太晃中臉腫得很嚴重 然後亞當素氏還跟他演了一段那個什麼上帝與人的這個幹什麼 上帝與人的這個幹什麼 我覺得那段眼鏡 你知道嗎 難道是要死心絕嗎 然後接下來亞當素氏演出上帝與亞當的那個 的壁劃 幹 那麼故意你知道嗎 超煩 每次都騙人要少死一堆的就幹都沒死 這部 不過 好啦我喜歡 我覺得 那個什麼 不過義工隊 最後解散嘛 然後可是他的新義工隊的戰力感覺起來比原來還要強很多 感覺 你強太多了好不好 有亞當素氏 然後又有 又有那個什麼 那個女生我還查了一下 菲拉 菲拉這個女生後面還可是 Covid Marvel 是驚奇女士之一員 其中一屆啦 然後那個 然後還有什麼 我們太空狗 太空狗很厲害 根本就是新狗類 你知道嗎 那個是New Type 超厲害的啊 這是基本上這個時候在鋼彈的概念來講它可是進化了狗類 你知道嗎 好吧 我們都沒有人提到Cringery 他這次啊 你說那個用劍的那個 他不是剛剛的弟弟啊 因為他終於堅強了起來 然後前面還有那個爸爸突然間出現 突然間閃回了一下 你還有回來喔 如果已經死的角色還可以再回來 客串那麼一下 永度還可以回來 超級像星際大戰的話 絕地應兵 Use the force 對那個 陸克講 陸克用你的原力啊 相信 trust yourself 然後 他跑出出來的時候我有感動到 我知道大概就是要尿完 可是看到的時候還是會覺得 果然找回來 就是內尿 就是內尿的啊 對不對 其實一副真好合家話呢 說實在的 對啊 好吧 我要講的好像也就這樣子而已 差不多了 各位 好啦 那個時候 謝忻還竟然還活著 他是因為我一句話然後就不敢去睡嗎 還是怎樣 還是他已經 還是他已經昏死 對 他已經昏死掛線了 這樣 好吧 我想問一下 那個 亞當素斯是一隻還是兩隻 他有任何暗示到第二隻嗎 沒有 第二隻 還有第二隻亞當素斯 沒有啊 目前只有一隻而已啊 他看起來沒有沒有 第一集都沒有怎麼樣啊 因為他是雙生 他這一次出現應該是好的那一隻 他會把壞的那隻乾掉 其實我 你要看後面會不會把這個設定帶進去啦 因為其他設定版就已經改過啦 但是其實我喜歡他這樣改動 因為亞當素斯是個哲學家 在我認知中哲學家是有一點 瘋瘋 好像有點搞笑 所以我覺得這種改動很好 這邊的亞當素斯 基本上就只是一個 那個什麼 渴望母愛的孩子而已 因為他現在才剛出現啦 對啊 所以你看到他媽媽 他知道他媽媽要受傷的時候 他很急的要回去啊 那一段其實也不錯啦 我覺得 對啊 然後所以最後 最後被格魯特救的時候 就真的有一種 哎呀 我那個什麼 我應該是要找到他的那個 這真的就是 他們開始覺得他是個家人什麼之類的 所以最後 拯救了星爵之後 大家抱一塊 然後他想一想 也跟著過去一下 那段真的好笑 那段超好笑 我還蠻喜歡的 對啊 我覺得那段 亞當素斯挺可愛的啊 對不對 其實那段大家情不自禁抱在一塊 說哇 好感人喔 然後亞當素斯也覺得有點羨慕 所以他也要加入 我覺得那段 他挺可愛的 所以難怪最後加入一公對了嘛 對啊 對對對 我同意我同意 真的蠻可愛的 當然那個什麼 還是要再再強調一下那個什麼 我們那個 那個什麼火箭晚雄的故事 你知道 火箭晚雄 基本上那個 在牢裡那個就不用講了 他每次只要一出來 就感人 對 然後 可是最後面那一幕 其實我也覺得 哇 他的同理心 我也能夠理解他的同理心 然後當去 當他看到那些東西裡面的動物的時候 不過那一段呢 在剪接上面的時間差讓我覺得 欸幹 人家都已經要爆炸了 你還在那邊慢慢醞釀 你知道嗎 然後接下來打開籠子 然後每一個都救 你知道嗎 每一個都救 然後 我覺得你真的有點太浪費時間了 結果當大家過來以後 哇 瞬間變成動物拯救大隊 哇 那個 他那個星球到最後突然間 我突然間我們覺得 之物領域感覺起來像是挪亞方舟一樣 你知道嗎 就一群動物趕出來 這樣 但是動物趕出來的時候也蠻熱血的 就 有點可愛又有點好笑 然後那個又溫馨這樣子 對 好吧 大概一個 不過有人在講那個 BUG 知道嗎 那個為什麼星爵的頭盔不見 為什麼他這一次在太空空間裡面 會臉會被動到腫起來呢 他前兩步 他不就是戴個頭盔 就可以在空中在那邊遊 在那邊飛行 對不對 然後他在第二代的時候 還被那個 永住不是還犧牲了自己 然後讓他 可以在空中那個什麼 有一個 不會被動死 不會被 在宇宙空 在太空中不會受傷的那種東西 就不會死掉的東西 就永住就死了 對啊 他怎麼 這一次就都沒有帶 你知道嗎 他起來哪 BUG你知道嗎 只為了要被亞當 只是為了要被亞當術士救嗎 原來是 既然是這樣子 既然 原來還是 因為不這樣子的話 亞當術士就不會成為他的家人 用心良骨 幹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不惜讓自己臉腫 再次 幹 如果不死的話 那個導演 就給他上位 好吧 簡單的話就這樣子 好啦 差不多了 時間也很晚了 3點33分 今天實在 我不想 我實在不想要每個禮拜都搞到天涼 那個 瑞說我硬拗 對我硬拗 沒辦法 剛剛你硬拗啊 剛剛你吃書嘛 你知道嗎 好吧 那個什麼 看一下下個禮拜有什麼 下個禮拜 啊我最近在那個什麼 重新 看以前的那個什麼 日劇 你吃 你吃下個禮拜會看完 那個 池袋西口公園 哇 好 胡宇龍 好 欸 池袋西口公園很有趣耶 看到渡邊籤耶 你知道嗎 原來他 去 末代五世之前 竟然在這邊演警察 然後那天才會跟貝麻大人聊這件事情 因為跟他一起看那個星際一公對三啊 然後就跟他聊 他說 喔那個 你不知道喔 渡邊籤 他就是去那個什麼 在日本後來就沒戲可以演 他只能去接美國的片 你知道嗎 對 好吧 那個時候 嗯 有一陣子沒有在日本看到渡邊籤 然後反而都現在就是 那什麼 振田廣之 沒有振田廣之現在在美國啊 如果美國 基本上現在都在接美國的片 那就拿著五四刀的男人 對啊 對啊 現在都沒有出現渡邊籤 應該是說 我發現日劇啊 日劇最近不太 不太接受真男人角色 你知道嗎 像真田廣之還有渡邊籤這種那種 鋼鎮不阿 不阿那種很硬的那種角色 好像在日本反而那個型 比較難找去找他們演這樣 超級帥大叔 只能夠演 只能夠演那種那個時代劇啊 或者是那種那個什麼 對 那個NHK的大和劇這樣子的情況 對很帥啊 但是 在日本他們當地他們男生好像 就是 沒有那種那個什麼 很 這麼老然後又這麼這麼 英雄型的那種角色讓他們演的樣子 對 好吧 可以去看啊 實在心口紅也很有趣 而且我 每次去看就會看到 這不是那個 那個誰嗎 好年輕喔 這次最近看到 欺負木衝 跟小雪 都在裡面有演 而且都是演一個很奇怪的角色 因為欺負木衝裡面演黑道 然後可是他臉看起來超級 就超級小 超級幼稚 超級乖的 你知道這麼乖的人的臉 然後讓他去演 讓他去演那個一個黑道 超詭異的 然後還有誰 那個瓦種楊介 然後還有那個 那叫什麼 喔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他名字 可是他現在已經是很帥的男生了 但是在那個時候 只是一個小孩子而已 只是一個那種青少年 然後而且還就是那種被 就是在大家裡面是跟班 然後是演那種畫 那種 很很很內向的畫家 那種角色 好 而且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還跑去偷人家的那個畫車 然後投什麼畫車 福音戰士 林波林 然後幹 但是很有趣喔 我在看那個日劇的時候 我其實還滿 你知道很療癒 因為他步調真的滿慢的 然後可是這麼慢的 步調 然後我知道他在說什麼 因為他訴說的事實上 是那個還沒有 網路還不發達的時代 然後大家還在用那種 那個那個 那個什麼 手機啊 那種那種 那種 拉一條天線的那種 那種手機在聊天的那種 時代 然後 常在自己也在家裡面 就是躺在床上 然後在那發呆 然後接下來這個女生會跑過來找他 爬上樓來 然後想要跟他做愛 然後這個男生不要跟他做這樣子 然後兩個人就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路上就會有一些人 比如有誰失蹤了啊 然後要他 希望他來幫忙找 結果他比警察還要有用 什麼的 然後就真的整個就是把 在遲在這個地方的那些路上的 些事情 人事物啊 然後一些那種那些民間的那種 可能有人找糖啊 然後可能會有不良少年啊 然後可能路上還有上班族 或者是還有撿居主啊 然後每個都可以跟他 建立一點關係 然後他可以幫他找人啊 或者探案之類的故事 還蠻好看的 那個很有一種那種 以前有蠻多這種類型的故事 像是什麼感應少年 感應少年陰莖 EIG 我們常在笑說 感應少年這個漫畫 就感應少年陰莖 還有那個什麼 鐵拳對鋼拳啊 就是多半都是在講 不過因為常來自己 他演的就是那種青少年 所以其實就在演那種青少年廢材 然後 在那個什麼 在體制外 就是他不是上班族 他也沒有在工作這樣 所以 可是 他的生活跟他的態度 變成他可以解決大部分人的問題 這樣 對啊 然後那個 編劇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工藤工藤光酒郎 對 就是最近 最有名的那個什麼 應該就是小孩女的 還有寬松世代又如何這樣子的片 這樣子 對 可以去看他們以前的東西 對 蠻好看的 只是可能你們要有一點 啊 我還蠻建議飛艦性去看 如果飛艦性還活著的話 對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 可以看我看一下我們高中大學的時候的日劇是什麼樣子 然後 那個時候完全那時候還沒有飛艦性喔 那時候完全是用線性太不再見 然後露出來的東西就是那個樣子 對啊 好吧 好啦 下禮拜如果我看完了 我會飛艦上來聊一下 希望 有一那個什麼 希望有一款 有一個時段是可以聊日劇 對 好吧 有多少人以前有看日劇的 馬大以前有看過日劇吧 有當然有啊 對啊 應該是有看過類似長假啊 或者戀愛世代這樣子的東西 對啊 學圓天谷啊 發達之路啊 樂樂樂樂啊 對啊 蠻好看 好看耶 那個時候就在韓劇氾濫的現代 其實我還 只有我還一直在支撐的日劇 你知道嗎 對 還跟哈庫的老婆 因為哈庫老婆是那個什麼 哈庫是三色訪的哈庫 那個 他的那個什麼編輯 然後 欸 他老婆是 專門在做那個日文翻譯的 然後那時候還跟 就是跟他們交流 然後就那個什麼 跟他換了KKTV來看 KKTV有一堆日劇可以看 所以我那時候才不是還講了一個聯倉店的13人嗎 對啊 然後前一陣子又有重啟人生嘛 對啊 就是 就是 抽時間出來看日劇 這樣子 欸 重啟人生 你上次講過了嘛 對對對 重啟人生跟那個大全陽內部那個什麼 那也是重啟 也是轉生 對 越是戀人 對 OK 好啦 那個什麼 希望下個禮拜 有機會 大家可以跟我聊日劇 OK 晚安啊 來去睡 來去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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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